京城义中一直有一个传说 曾经叱咤风云的笑巴陆远 他曾令附近的混混闻风丧胆 当时知道他长相的人不多 但大家都不敢想象 离开学校后的陆远 成为了一个偶像 他在舞台上摆着各种帅气的姿势 台下的人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 一曲终了 陆远介绍自己是龙亨娱乐的练习生 但画面一转 他在简陋的幕布前鞠躬 感谢观众来看他直播 刚刚的喝彩也是提前录制的音频 他一边问观众喜不喜欢自己的舞蹈 一边想着这次一定涨粉了 然而 233的热度和全是广告机器人的评论区 让陆远备受打击 他怀疑自己还有活粉吗 他是不是命中带糊 陆远选择直接进入重头环节 他将一箱辣酱端了出来 开始进行老干爸辣酱的带货 让大家不要错过50%的折扣 他心里很慌张 因为再卖不出货 别说出道 他可能直接被血藏 一个摆满陆远周边的房间里 播放着他卖力带货的直播 一个女人坐在沙发上 看着陆远的样子 他觉得他努力带货的样子真可爱 他打开了自己888万粉丝的微博账号 打算帮他一把 他敲下推荐词 负上陆远的直播间链接 随后他按下了发布按钮 陆远的直播间里 瞬间来了好多人刷礼物 一时间他都还没反应过来 直播间的人气值逐渐攀升 最后直接来到了10万 弹幕上不断有人夸陆远可爱 陆远意识到这是活粉 流着泪表示自己还能唱歌跳舞 直播的活动结束后 他抓住经纪人阿石 问他是不是给自己买了僵尸粉 阿石骂他白日做梦 之前公司投资买粉的钱 都还没赚回本 陆远挠了挠头 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边的金主爸爸笑容灿烂 连连表示辛苦陆远 一问你这次销量超出预计 他已经和公司签了其他的带货合作 他让陆远以后别带货化妆品了 他简直就是农副产品之光 金主爸爸赞叹他 近距离看也很可爱 他拍了拍陆远的肩膀 表示非常看好他 陆远立即露出笑容 他会努力的 看着金主爸爸远去的身影 陆远沉下脸色 不耐地胆了胆被拍过的地方 回到家中的陆远 对着沙袋练拳击 他的每一下挥得都很重 训练完后 他用衣服擦了擦脸上的汗 随后他看向镜子中的自己 他不明白自己哪里可爱了 公司非得给他安排奶狗人设 每天都在卖笑卖萌 他堂堂潜意中笑霸 就该是霸总人设才对 但最后他 还是屈服于命运 翻找明天拍摄 要用的小熊耳钉 到了已经接近凌晨的时间 女人还在数位板上画画 随着他将数位笔放下 一个穿着兔兔装的陆远 出现在板子上 此时他觉得 正好是发微博的时间 他滑动着鼠标 准备让陆远活起来 陆远正在睡觉 他的手机一直在嗡嗡作响 在睡梦里 他也没忘记要点赞关注 而手机屏幕中 他的微博粉丝数正在狂增 阿石看着不断弹出的提示框 他激动的热泪盈眶 因为陆远一晚上 涨了20万粉 并且还上了热搜 最适合穿女装的男生 这个话题下 还有陆远的提名 陆远却不是很开心 他让阿石看清楚 他是铁血真汉子 他不需要这样的流量 随后他痛苦地回忆起 新粉丝的评论 都是以可爱软甜为主 他想让阿石阻止这一切 但阿石只狠狠敲了他一下 因为画他的是 千万粉的神级会师花灿 业界公认的出圈女神 这是陆远闲鱼翻身的好机会 阿石对当年 做的人设很自豪 他这是精准定位 他叮嘱陆远 一切要按照花灿的喜好来 公司的未来就靠他了 陆远对会圈女神这种吹捧 非常不满 他想去挥挥花灿 花灿在床上打了一个喷嚏 他边摸索手机 边想 是不是有人想他了 然而当他打开手机 发现已经下午两点 他即将错过自己的选修课 多亏他二十分钟的洗漱绝学 才避免了选修课的迟到 并且在课后 他还向嘉玄安利了陆远 他想着 今天也要努力为爱产量 此时正好微博有一条心思性 趁着心情好 花灿决定回复一下 一个陌生人 让他不要再画陆远的女装了 花灿非常生气 居然有人唱反调 还只敢开小号过来 他狠狠地敲下 陆远就该穿可爱衣服的回复 没想到对方说 陆远本人可能不喜欢这些 花灿看到不喜欢三个字愣了一下 随后更加生气了 他画的可是有原型的 他给对方发了很多张陆远可爱的照片 陆远看到这些照片 脸上露出难堪的表情 他完全没有理由反驳花灿 甚至他意识到 说话的语气也很萌 花灿收到了新的回复 对方请求 他给陆远穿个裤子 他没想到这个人还没放弃 立刻拒绝了他 陆远和花灿的这次交流 以双方都非常生气落幕 因为陆远留下一句不准话 但却发现 花灿把他拉黑了 陆远仍然在气头上 工作人员却告诉他 已经到他的拍摄了 陆远看着自己兔子装的打扮 心中还是有些抗拒 花灿也在生气地踢扶手 但他的手机忽然响了 被迫营业的陆远 发了一张兔子照 花灿的心立即就被治愈了 不再想黑粉的事 但他立刻意识到 自己激动地喊出声 又尴尬了起来 一个人误以为花灿刚刚喊得仔 是在说他怀孕的事 打算给他让座 花灿羞愤地跑出地铁 他口中的妈 可不是那个人想象的那样 回到家的花灿换上睡衣 抱着陆远同人的抱枕 觉得还是一个人待着好 他在思考 今天画点什么 却想起刚刚那句 本人不喜欢这些 花灿激动的心 立刻平静下来 他侧身抱住了抱枕 他在想陆远 是不是真的不喜欢这些 阿石找陆远借手机 因为他的手机找不到了 陆远将手机递给了阿石 阿石看到了劲爆的事情 眼睛都瞪了出来 原来花灿发了私信 问陆远喜不喜欢他画的图 阿石庆幸这条私信被他看到了 他私自给了回复 并且删除了聊天记录 阿石忍不住笑出声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半梦半醒的花灿 听见手机的提示音 他立刻坐了起来 发现陆远真的回复了他 看着陆远感谢的话 他觉得他就是个天使 他不能辜负陆远的期待 立刻拿出数位板准备画画 在花灿的微博上 很快就出现了一张陆远的天使同仁 陆远看到后非常生气 他按下决心自己绝不会认输 睡醒的花灿打开手机 美好的一天从刷陆远微博开始 他看着陆远发的清晨福利 他的脸上写满了油腻两个字 他被吓得手机都砸在脸上 不禁想着今天的陆远 是不是被人绑架了 花灿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还是颤抖着拿起了数位笔 他有八百度的滤镜 还能再战 陆远在被阿石训斥 阿石只是半天没管他 结果就崩了人设 因为陆远擅自发的微博 导致掉了不少粉丝 阿石严厉警告 他这样的钢铁直男 不准瞎发微博 陆远挠了挠头 他只是不想让粉丝 喊他漂亮妹妹 阿石却表示 妈粉姐姐粉都是爱 这已经不是他胡的时候了 他在瞎营业 就没收账号上交公司 并且扣工资 陆远翻看着其他明星 明明其他人都是这么发的 然而就是有卖家秀 和买家秀的区别 他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让花灿看看 让他不再给他 化穿裙子的同仁 此时花灿正好发布了新的微博 画上的他是黑天使 重点地方贴上了可爱表情包 花灿表示 黑衬衫好看 但下次不许这么穿了 陆远的脸顿时就黑了下来 他现在脑内 想把龙横娱乐直接炸了 他猛地将运动服拉连拉到最高 这么开放地穿着 还不如穿蕾丝 但他的手机一直在响 他又开始涨粉了 他不理解 为什么现在的粉丝喜欢看这些 挣扎好久后 陆远放弃了 他选择继续好好练舞 练舞室内 晚上11点多 陆远还在练习 其他练习生讨论着他的优秀成绩 最近还小火了一把 其中一个人忽然想找陆远的麻烦 他拿起了陆远的衣服 同行的人觉得这样不好 但那人只觉得陆远是个娘娘腔 不用害怕 另一人却觉得这样玩更有意思 他们拿着陆远的钱包找上他 谎称他们在门口捡到了钱包 他们看到了里面的一张小画 但不小心踩了一脚 在上面留下了脚印 那人嘲讽陆远 那么丑的话 他应该是不介意的 然而他们直接被陆远痛揍了一顿 陆远问他们所谓的剪刀 是不是就是在别人衣服里乱翻 这纯粹是在找揍 那人骂了一句 嘲笑陆远只是蹭大佬的流量 没有大佬 他根本不算什么 在这里装模作样有什么用 陆远握紧了拳头 意外的没有反驳 他离开了 那人还叫嚣着 想让陆远回来 被同行的人劝住了 天台上陆远拿着那张画 他回想起了小时候 他哭着在病床前道歉 希望姐姐快点好起来 但姐姐却说他要谢谢陆远 因为他 他终于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他向陆远伸出手 他希望他以后 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手机的提示音 将陆远从回忆中拉回 他拿出手机 发现是花灿又发了新微博 原来他下午发的图被屏蔽了 只能再补一个网牌链接 陆远觉得 有哪里不太对劲 他不要蹭大佬的流量 他要靠自己的能力出道 导弹鬼音乐节的参演人员名单中 赫然有着陆远的名字 花灿立刻从被窝中钻了出来 他要去参加音乐节 花灿靠在嘉玄身上 人山人海的音乐节 对他这个射恐来说 是个不小的挑战 嘉玄给他戴上一个面具 这次音乐节的主题是 鬼怪出没 所以 所有人都要蒙面 由于嘉宾也不能露脸 所以猜中嘉宾的人 可以上台互动 花灿并不想自己被选中 他只想安静地看着陆远 上台这种事情 还是太羞耻了 嘉玄喊他去拿音乐物 演出马上要开了 花灿决定要做好应援 这样可能会给陆远戏兴奋 然而十分钟后 由于嘉玄喜欢的爱豆人气太高 来的人非常多 陆远的应援物就无人问津了 此时花灿忽然听到 有人在喊有色狼 他的心中警惕了起来 陆远收到通知 让他现在去化妆室检查造型 阿什也将流程发到他手机上了 陆远忘记自己手机放奶了 正在到处寻找 一不小心 他的手肘碰到了花灿 警惕的花灿 立刻以为是色狼 举起手中的灯牌打了过去 陆远被打到在地 他解释自己只是路过 并没有摸它 旁边传来已经抓到变态的声音 花灿才知道自己误会了陆远 他赶紧道歉 结果灯牌断了 陆远又被砸了一下 为了防止自己在受伤 陆远连忙表示不用道歉 是他自己不小心 他抱怨着要看清楚在下手 结果看到了他的灯牌 他问花灿是不是自己的粉丝 花灿承认了 陆远竖起大拇指 夸花灿眼光不错 花灿以为自己遇到了姐妹 陆远感慨 有粉丝来现场很难得 花灿却表示要对陆远有信心 他一直在进步 虽然过程很艰难 但他从没放弃过自己的选择 以后一定会有更多人来现场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 想和陆远扩个裂 他刚要爆出自己的ID 一阵巨大的尖叫传过来 人群忽然涌动 花灿被人撞了一下 站立不稳 陆远忙伸手抱住了他的腰 花灿在陆远怀里瞪大了眼睛 他被壁咚在一个小角落中 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很大 他抬起头 打量着陆远的轮廓 觉得面前的人很像陆远 人群散开后 陆远松开了花灿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陆远想问有没有事 却被花灿一下子垂到一边 随后 他红着脸跑走了 留在原地的陆远非常困惑 他刚刚不是帮了他吗 而且自己明明也出卖了男色 化妆间里 陆远叫嚷着 让化妆师轻点 化妆师问起了 他头上的肿块 陆远解释是不小心撞到了 他打开手机发现 花灿发了微博 看到那张现场图片 他意识到他也来了现场 音乐节现场 花灿已经被挤得头指发昏 主持人正有请下一位嘉宾的登场 一个身影站在了聚光灯下 他用白布蒙着眼睛 拿着话筒 唱了一首英文歌Oysters 在轻柔的音乐声中 花灿认出了这个人就是陆远 异曲结束 观众们被陆远的歌声折服 主持人让观众猜测嘉宾的身份 现场的气氛热烈起来 但始终没有人能猜出陆远的身份 主持人正要有请下一位嘉宾登场 台下渐渐安静 陆远却听到有人喊出了他的名字 人群后有个他的灯牌在挥动 使花灿认出了他 并喊出了他的名字 其他观众果断被陆远圈粉 不少人打开微博准备关注他 主持人也宣布 花灿答对了 请他到台上 站到台上的花灿非常紧张 他为了陆远 已经豁出去了 他忍不住偷瞄摘下白布的陆远 随后突然迅速后退 他觉得所有摄像头 都拍不出陆远万分之一的好看 主持人宣布 陆远的互动环节是你画我猜 游戏规则就是 一位画图 一位答题 答题者要根据画的图案 猜出正确答案 每个人画五道题 答对五题就算成功 失败有惩罚 陆远庆幸小学的时候学过画画 花灿则在疑惑 为什么还有惩罚 陆远举起手 主动表示 他先画画 花灿在心里按撮撮表示 无论他画成什么样 他都能猜出来的 然而五分钟后 花灿看着白板上的简笔画 完全猜不出 这是狮子 他安慰自己 这只是第一道题 但他猜的猕猴桃 其实是刺猬 他猜的扫帚 其实是莲花 陆远画的提他 全都猜错了 此时轮到花灿画画 陆远捏着眉心祈祷 希望不是什么奇怪的惩罚 主持人却提醒他 到了作答时间 陆远看到画得栩栩如生的线稿 一下就猜出 这时还有最后一道题 花灿画出了一位天使 但陆远一下 被这人物的画风所吸引 他感觉到非常熟悉 不仅想着面前的女孩 是不是花灿 由于他想得太入迷 没有回答出来 挑战失败了 花灿以为自己画得不像天使 主持人却已经宣布 进入惩罚环节 惩罚的内容由大屏幕抽取 大屏幕上的文字不断滚动 最后停下来的是在舞台中央 公主抱30秒 花灿没想到能抽到这个 但这个明明就是粉丝福利 陆远却二话不说 拉过花灿 将她公主抱了起来 花灿下意识搭上陆远的肩膀 此时她的内心非常震惊 公主抱的时间一直在倒数 陆远一直在用深沉的眼光 看着花灿 花灿害羞地扭头转移了视线 最后还是忍不住 从指缝中偷窥 这么近的距离 让她认为这是一个 母慈子孝的场景 在观众眼里 这是浪漫的公主抱 但是在她眼里 这是儿子长大了 贴心抱起老母亲的场景 陆远开口喊她 让她看着自己 她想问她 是不是花灿 主持人却跳了出来 表示 应该是女方抱起男方 台下的人都是看好戏的态度 认为这样才是惩罚 陆远比了两人的身高差距 花灿那么小一个人 怎么能抱起她来 但花灿却握紧拳头 说她可以的 在她心中 既然做了麻烦 就要贯彻到底 她努力抱起陆远的腰 陆远纹丝不动 反倒自己累得直喘气 陆远劝她 实在不行就别勉强了 花灿却坚持自己可以 她不能辜负陆远的期待 但她的腰传来一阵刺痛 她的老腰伤着了 花灿不受控制地倒向陆远 慌乱下她的脚 猛踩陆远的脚趾 因为疼痛 陆远也摔到在地 她看着躺在她身上的花灿 不由得想 貌视的她和她身边的人 是怎么平安长大的 花灿飞快地从她身上爬起来 迅速后退 解释因为自己的职业病犯了 才导致现在的结果 主持人出来原场 因为两人身体不适 这个环节就不再继续了 陆远捡到了花灿的手机 她注意到 手机壳居然是她穿裙子的图片 花灿一把夺过自己的手机 羞愤地说她还小 不能看这个 陆远不明白 为什么她会说自己还小 但花灿发现自己的麻烦属性暴露 一边道歉 一边跑下了台 陆远对这一幕 觉得似曾相识 音乐会结束后的后台 穿着便服的陆远 回想之前发生的情况 她还是让花灿逃走了 手机忽然亮起 她正打算去查看 阿石却过来催促她 他们已经要出发了 陆远却看到 花灿发了新的微博 她这一次要去确认一下 她跑到微博上的地点 四处寻找着花灿身影 但怎么也找不到 她没看到不远处有一大群人 在正中间的花灿 正被粉丝簇拥着 两个人就这么机缘巧合地错过了 陆远挠了挠头 她没想到 花灿已经走了 她在手机上敲打着什么 下一刻 花灿口袋里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陆远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下一次我一定能认出你 佳玄正给花灿发她拍的同台照片 她觉得花灿真的很幸运 居然能和墙头一起同台互动 她看到花灿对着手机傻乐的样子 埋态她没有900W粉大V的样子 她很好奇 花灿是怎么喜欢上陆远的 因为这是她最凉的一个墙头了 花灿回想起了那个雨天 她因为和家里人吵架 推着行李箱就出了家门 但她没想到出来后下起了雨 她靠在墙上慢慢蹲了下去 她一点也不想回家拿伞 她将脸埋在腿间 抱怨老天爷也在和她作对 忽然一阵吉他声传了过来 随后响起了歌声 花灿在雨幕中听着歌 心情变好了不少 她很好奇是谁在唱歌 于是跟随着歌声慢慢寻找了过去 她看到廊下有个弹唱歌手 她坐在简陋的椅子上 面前摆着普通的麦克风 她抬起头 精致的面容让花灿瞪大了眼睛 那时她忽然发现 这场雨并不是阻止她离开 而是让她遇到了路眼 歌声停了下来 花灿发现对方正在盯着自己 她慌忙拿出身上所有的硬币 想把他们都递给她 路眼看着她手上的硬币 扑的一声笑出了声 她表示自己不要钱 喜欢她唱歌 扫码关注就可以了 就这样 花灿成为了路眼的妈粉 因为她觉得 微博里的路眼太可爱了 路眼的手中拿着饮料准备喝 忽然听见阿石正在喊她 让她确认 下周每月拍摄活动的流程 而她背后的墙上 贴着一张照片 上面是路眼和花灿 底下有一行字写着 第一个愿意听我唱完一首歌的人 路眼在美院进行拍摄工作 在摄影师面前摆着各种姿势 上午的拍摄结束后 她向阿石打了一声招呼 自己去附近逛逛 这天正好是美院的学校社团日 路眼拿着咖啡随意走动着 她觉得这里很热闹 她忽然被眼前的东西吸引了目光 那是一张漫画社最新立作的海报 她认出了这是花灿的画风 所以她也在这所学校 她看向漫画社的招心摊 注意到一个身影 然而等身影完全显现 对方却是个男的 路眼怀疑自己认错了 身后有人忽然撞了她一下 她手中的咖啡杯被碰撒 全部撒在了漫画社摊子上的本子上 路眼边道歉边帮忙收拾 摊主看在她可爱的份上 不再计较 有位同学忽然来说 小张生病来不了了 摊主盯上了路眼 告诉她 还有一个办法挽回这些本子 花灿化着浓妆 带着假发在发传单 她自己明明就是一个画画的 她现在很困 迫切地想 有一个好消息 未解她的心灵 就在此时她看到了同样穿着汉服的路眼 她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也在发传单 两人的目光碰撞到一起 花灿立刻转过身去 她捂着脸怀疑这是梦还是真的 路眼并没有认出花灿 只是向她介绍自己是她的临时搭档 喊她一起去发传单 花灿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路眼 这一切太玄幻了点 但她也是第一次看到路眼穿汉服 并且只有他们两人穿了汉服 花灿立刻将自己转为女友粉的想法抛弃 她可是绝不动摇的妈粉 她听到路人在讨论这次漫画社的新本子 画得真的太棒了 她注意到袋子上用的是她之前画的路眼的同人 她要守护路眼幼小的心灵 绝不能让她看到那些东西 她不停挡在了路人和路眼之间 防止路眼看到那张同人图 一个小时候传单终于发完了 但基本上都是路眼在发 这时突然下起了雨 路眼抱怨刚刚还是大晴天 怎么就下雨了 她问社团活动是不是要中途结束了 浑身湿透的花灿一边扭着身上的水 一边表示可能会提前结束 路眼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 披在了她的肩膀上 但花灿的假发缠到了她衣服上 她向她倒去 此时一个女同学过来打招呼 想找路眼加个微信 但她看到路眼怀中的花灿 连忙表示自己打扰了 路眼帮她解缠着的部分 花灿则是想着里面的发网巨丑 所以假发坚决不能掉 一不小心喊出了路眼的名字 她忽然听到路眼问她 明明她没说过她的名字 她是怎么知道的 其实路眼从一开始就认出她了 路眼认出了她是那个硬币女孩 花灿没想到她还记得那次雨天 路眼表示当然了 毕竟她听着听着就哭了 围观路人都吓了一跳 以为她做了什么坏事 花灿觉得自己很丢脸 但当时她想到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了 她笑着表示 真的很神奇 自己当时好像瞬间被治愈了 路眼想起那天 她原本打算唱完那首歌就收工 但她觉得 只要有一人愿意听 她就应该继续唱下去 花灿表示自己会一直愿意听下去 她从击白粉的时候就开始关注 她还想把自己画同人图的事情说出来 但最后犹豫了 路眼向她道谢 但她想起那些她不喜欢的夸耀 这几十万粉里 没多少人真心喜欢她的 她问花灿可不可以告诉她 那张大海报是谁画的 花灿露出诧异的表情 她以为对方被自己吓到了 连忙道歉 此时 两个人的手机都响了起来 都在催促他们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路眼将汉服脱下 表示自己应该去拍摄现场了 她将汉服递给花灿 让她帮忙还给社团 她就先走了 花灿还想说些什么 但路眼已经走远了 她抱着手中的汉服 觉得这样的相遇好不真实 就像做了一场梦 她将头埋进了汉服里 想着 或许以后都没有这样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了 但路眼突然回头来到她面前 花灿红着脸问她 不是去拍摄了吗 怎么回来了 路眼告诉她 下周在华路广场 他们公司会有一场露天演唱会 她有她的环节 问她会不会去 花灿答应了下来 她会去的 路眼向她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花灿内心很激动 这样的路眼真的蒙出血 就像小狗狗一样 她想起路眼问她海报的作者是谁 她觉得路眼是喜欢她的画风 所以以后她要更努力地画同人 花灿感到了画室 佳玄问她 是不是和路眼相亲相爱了 花灿连忙解释没有 但佳玄表示 社团已经有人拍照片发给她了 佳玄羡慕她和路眼有这样神奇的缘分 这样的好事 怎么倒不了她头上 花灿心里也觉得 这是奇妙的缘分 但是她从没有肖想过她 因为她对自己而言 就像一颗星辰 他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佳玄忽然让她低头看远处 在那里 路眼正在进行拍摄 花灿看到这一幕 轻轻笑了笑 她本以为 自己只需要做个观众 始终在自己的位置上 看着她慢慢发光发热就足够了 花灿在画板上画出了路眼的背影 等她在侧头看去时 她看到路眼正在看向她这边 她看到了不一样的路眼 她看见路眼开口 但听不见她的声音 最后 她露出了笑容 花灿摘下耳机 想听清路眼在说什么 她想要了解她 此时一阵风吹过 帽子却掉了下去 一个男人摇晃着手中的玻璃杯 问另一个男人 确定要去找路眼 另一个男人表示 他倒要看看 是谁让他女神喜欢了那么长时间 路眼正晕乎乎地躺在床上 由于他昨天淋了一场雨 所以今天生病了 但他今天还有演出 经纪人此时正给他嘴里 赛上体温计 忽然 路眼想到了昨天的女孩 他答应自己 一定会去看她的演出 路眼猛地从床上弹起来 让经纪人帮忙准备装发 他现在就要去现场 此时 现场两位工作人员 正在讨论着 演出即将结束 但是有两个练习生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他们并不看好今天的演出 觉得今天演出的练习生 没一个能出到的 而路眼此时正在台下 零零散散的人中 寻找女孩的身影 可惜他并没有找到 路眼要求工作人员 把麦给他 他来唱 而另一边的白灿灿 因为昨天同人话得太晚 睡过头了 他正火急火燎地赶往现场 打开门的瞬间 他发现 他的爸爸来了 台上的路眼 正抱着一把吉他 开始唱歌 台下的观众 都被他吸引了过去 他们对这个 有实力的新面孔 很感兴趣 而此时 远处两个男人 也在讨论着台上的路眼 但是由于感冒 路眼的头越来越沉了 忽然他猛烈地咳嗽起来 演出失误了 但是观众 并不会为他的失误买单 准备下台的路眼 扭头看到了 人群中的白灿灿 他举着手机 上面写着路眼 加油 我们等你 是的 这一次 还是他在支持着他 一阵风吹过 白灿灿手里的手符被吹飞 而此时 他的正上方 一个清洁工人的 童也正好落下 看到这一幕的路眼 想要猛地冲上去 但是好像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 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男人 拎起了白灿灿 将他拉开 顺利躲避了危险 而晕乎乎的路眼 也撞进了一个男人的怀里 扭头的白灿灿 正好看到这一幕 他的同人之魂 瞬间爆发 此时 小辫子男却过来 嘲讽路眼表示 他这身体状态 也赶来参加表演 白灿灿跳出来 想为路眼解释 他的内心在喷火 在他心里 他的仔仔唱歌和舞蹈 就是全能行的 但是现实 是他面对着两个男人 根本讲不出一句话 扎着辫子的男人 看到路眼 一直盯着白灿灿 故意俯身凑近白灿灿 并抚摸他的头 让他下次不要 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了 看到他的举动 白灿灿猛地后退 而路眼也瞬间炸毛 将他推开 询问他们到底是谁 此时 一个女人过来 直接掐住他们两个的耳朵 骂骂咧咧地表示 总算找到他们两个了 路眼也得知了他们的名字 一个是叶苏阳 一个是廖远 女人表示 演出轮到他们了 但是到处找不到他们的人 所有的练习生理 就数他们两个最不省心 他们两个人 就被女人 拖着上台表演了 他们一个站在架子鼓前 一个抱起了吉他 他们的表演 瞬间就将场子炸了起来 而观众也被他们吸引 台上的叶苏阳 挑衅地看向路眼 下台后 他凑近路眼的耳边 表示观众没有义务接受 你的任何失误 你还差得远 这话让路眼情绪 瞬间低落起来 逃离舞台的路眼 被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吸引 他发现了一架钢琴 而边上的小女孩 牵上了小男孩的手 这个画面 让路眼想起 小时候他也是 坐在一架钢琴前 和他的姐姐一起 那时候他的愿望 是和姐姐一样成为童星 路眼已经不记得 自己是什么时候 有了站在舞台上的想法 但是这么多年来 他这个想法始终未变 他一直都在为 这个目标而努力 小男孩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询问路眼 会不会弹钢琴 而此时找过来的白灿灿 看到了这样一幕 路眼带着一个小男孩 在弹钢琴 白灿灿 闭着眼睛听了起来 察觉到声音停了的 他睁开眼 发现路眼不知什么时候 站在了他的面前 白灿灿红着脸表示 他只是想来看看他有没有事 结果刚说完没事的路眼 身体就开始摇晃 随后倒在了白灿灿的怀里 他的浑身滚烫 叶苏扬是空降龙横娱乐的 王牌练习生 唱跳巨佳 擅长架子鼓演奏 拥有百万粉丝 但是这样一个男爱豆 他的爱好 是在家刷漫画 混圈 吃凉 他喜欢的圈都很冷 就在这时 花灿出现了 他凭借优秀的画工 将冷圈救了回来 而叶苏扬 也对花灿的画风一见钟情 一路返了好多年 但是现在他最喜欢的太太 居然去画了个没名没姓的练习声 给他气得不轻 他刚刚的举动 就是要给路眼一个下马威 而此时手机铃声响起 是他的花灿太太发微博了 是一条路眼和小朋友 一起弹当情的视频 叶苏扬并不知道 白灿灿就是花灿 他只知道他的太太来现场了 而且居然跟路眼那个小子在一起 此时 路眼正倒在白灿灿的膝盖上 看着路眼可爱的睡颜 白灿灿情不自禁摸了摸他的头 随后 他凭最后一丝理智 制止了他的动作 正想把路眼背回去 但是凭借他的小身板 根本做不到 而叶苏扬此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询问他 要不要帮忙 他不知道的是 白灿灿已经将他带入到灵里面去了 叶苏扬将路眼背了起来 结果两人也重重地摔在地上 没想到叶苏扬这么虚 最终是白灿灿和叶苏扬 一人架着路眼的一只胳膊 将路眼带回他经纪人身边 白灿灿为路眼盖上小毯子 疑惑路眼 为什么身体不好 还要来参加表演 看这一幕的叶苏扬 却不屑地询问 这种家伙 有什么值得喜欢的 白灿灿赶紧大声反驳 他表示 只要自己喜欢他就值得 表示路眼只是生病了 硬抗没发挥好 下一次一定会更好的 自己相信他 而路眼此时已经 悄悄睁开了眼睛 听到了这句话 钢琴前坐着一个小男孩 和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赞扬地摸了摸小男孩的头 表示期待他以后站在舞台上的样子 但是随后 女孩就变成花瓣飘走了 小路眼想要抓住飘走的女孩 这时 白灿灿出现在他的面前 表示他不会离开 会一直陪着路眼 并且还要画好多好多的他 各种可爱的他 但是随后 白灿灿就被人拉走 是叶苏扬 他表示 路眼不值得他画 这一幕将路眼彻底惊醒 而自从花灿发了那条弹钢琴的微博 他的粉丝也一直在涨 视频还被各种营销号转发 居然还上了热锁 而此时 路眼也怀疑 花灿就是白灿灿 经纪人的声音 打断了正在脸红回忆的路眼 表示公司 今天有大事要宣布 公司要求他们 组建男团 而他的新队员 正是叶苏扬和廖远 走进门 叶苏扬在看到路眼的一瞬间 就猛地降门关了上去 在路眼和叶苏扬的抗议中 被他们的老板 一人打了一棒锤 老板表示 他们之中会有一个人 被选中成为队长 队长可以决定团内重大事务 甚至在关键时刻 决定成员的去留 而叶苏扬和路眼 也在心里较量了起来 晚上从舞蹈时出来的路眼 遇到了从对面出来的叶苏扬 叶苏扬表示 队长是他的 路眼就等着卷铺盖走人吧 路眼表示自己的队长位置 谁都别想抢走 叶苏扬最气愤的 就是每天他的花灿 大大都在花路眼 而路眼却是很苦恼 自己被化成可爱风 龙横娱乐发布了微博 CMK男团强势成团 配图是三人的合照 白灿灿欣慰地 看着关系变好的几人 这时 他的手机收到消息 是甲方大大表示 他设计的小裙子非常好看 邀请他来做发布会的嘉宾 台上主持人正在欢迎各位 来到奇妙衣柜的发布现场 而接下来 就是应援嘉宾的 登场练习生组合 CMK 笑音音的三人 向众人打招呼 但他们的内心却各有不同 路眼内心表示 自己是个纯爷马 不玩这个游戏 叶苏扬却是很开心 能为他女神做主设计师的游戏宣传 他觉得自己 真是幸运死了 而廖原脑袋里 只想着吃 他们热情做完自我介绍后 观众先是一阵安静 随后开始猛烈地讨论起来 听着台下零零散散的掌声 主持人赶紧出来救场 进入互动环节 换装比拼 他们三位嘉宾 将根据题目 在游戏中选出相应的搭配套装 由评审员和观众进行评分 而评分最低的那位呢 就要换上同款小裙子 进行即兴表演 叶苏扬悄悄告诉陆远 自己是这个游戏的高级玩家 陆远死定了 陆远不屑地表示 谁赢还不一定呢 主持人公布 沈平原是游戏服装特邀设计师 著名画师花灿老师 就在两人期待的望去时 只见一个全息投影的胖叔叔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而叔叔也和大家打招呼 表示自己是花灿 主持人表示 花灿太太不方便出场 所以以虚拟形象的样子 与大家互动 公布换装考题后 陆远的脑海里 浮现了白灿灿穿着的衣服 而叶苏扬还在哭唧唧地想着 主办方隐藏他女神的美貌 心里却觉得 这道考题非常简单 因为这关他还玩过 而此时答题卡也发过来了 白灿灿看着三朵奇葩穿搭的衣服 他的手都在发抖 在公布游戏的最终成绩时 此时的陆远和叶苏扬 都自信满满地看着彼此 结果他们两个同样是最低分 并且都要穿着女装表演 换好衣服的陆远 看到了人群中的白灿灿 他正伸手 想要拿贩卖机上的饮料 结果他够不着 陆远从他身后 伸手帮他拿出 陆远直接就是一个壁咚 并询问他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结果话刚问出口 他的假发就趴地掉了下来 而白灿灿 此时已经被陆远可爱炸了 因为陆远此时 正穿着他设计的衣服 随后陆远问到 白灿灿到底是谁 白灿灿此时 完全没有听到陆远问的话 他只觉得 陆远是个绝世美人 换上自己设计的衣服 仙气简直扑面而来 每一针都像一幅世界名画 他已经被陆远 此时的模样迷疯了 此时满眼睁抱着星星 而廖远的棒棒糖 也吓得掉在了地上 惊讶地询问 这是陆远的地下女友吗 两人赶紧慌忙地解释 白灿灿更是大喊 自己是陆远的妈妈 结果陆远的假发 又掉在了白灿灿的头上 而白灿灿 顶着那顶假发脑地逃跑了 陆远询问廖远 跟过来找自己是怎么回事 廖远表示 待会儿陆远不用上台表演了 任一灵他们的组合提前到场 已经在台上了 任一灵是当红辣子鸡 因为红 所以为所欲为 而且 最近演的偶像剧又爆火了 陆远此时来到台边 看任一灵他们组合的演唱 他喃喃出声 因为他们火 就能顶替别人的环节 更何况 他们还是假唱 陆远来到发布会老板面前 询问任一灵他们组合表演结束了 他们还可以继续吗 老板却表示 发布会时间本来就不长 而且 本身是没有他们的环节的 因为任一灵他们的组合可能会完长 所以才让陆远他们做替补 老板还表示 假唱并不重要 因为他们很火 而且 你们小鲜肉 难道不是有颜值就好了 谁会在意 你们是不是真唱了 陆远的拳头握紧 刚要上前被廖远挡住 廖远俯身看着老板 他冷酷的面容 吓得老板差点叫保安 结果廖远 讲了一句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然后卡在了原地 叶苏扬赶紧把丢人现眼的廖远拽走了 而这些话 全被门后的白灿灿听见了 看着转身的叶苏扬 陆远询问 他就这么离开了吗 叶苏扬丢给他一把吉他表示 只需要用行动证明就行了 就在任一灵他们组合表演结束的时候 陆远三人拿着吉他 出现在了后方 而此时的白灿灿 也要求和发布会的老板见面 他表示 他要谈谈这次的商业合作 后续合作是否还继续的问题 这可给老板下的一惊 而台上正因为他们三人的表演 场子瞬间炸了起来 观众们都在为他们三人的表演欢呼 三人表演完毕 台下的观众 觉得他们业务能力不赖 长得也不错 观众点评短头发的廖远 个头很高 看起来也很高了 一定是霸总款 在队里应该是大哥类型 可惜他们不知道 看起来凶悍的人 兜里藏了多少糖 而长头发的叶苏扬 看起来是温柔的富家少爷 洛远在他们三个中 看起来最可爱 乃凶乃凶的 像个小乖仔 任一林他们组合 对突然冲出来表演的三人 很是不满 任一林上前表示到 他们有歌还没唱完 没想到他们会临时上台 表示迎求误会 实在抱歉 随后询问他们 彩排时没合对时间表吗 表示没有他们的节目 这样贸然的行动 有些吓到他们了 而底下的粉丝 也开始躁动起来 质疑三人 是不是想蹭他们哥哥的热度 指责他们没有 按照流程走 真是没有职业素养 陆远看着任一林 心心作态的模样 以他卖蒙多年的经验来看 任一林的可爱是假的 廖远正想上前发作 被叶苏扬拦下 陆远拿起话筒 表示实在抱歉 打断了他们的表演 表示 后台有工作人员说 前辈的话筒出了问题 无法发出声音了 担心会对前辈的表演造成影响 让他换成自己这只完好的话筒 任一林被陆远这一操作 搞得汗流加倍 不情不愿地接过了话筒 而这时 叶苏扬表示 点歌时间到 让观众选择 想听Fuge组合唱什么歌 而任一林此时正在担心 由于临时点播的歌 没有录音源 所以没法对口心 难道他自己要开全脉了吗 而另一边 白灿灿刚刚的一番对话 可谓是 将他22年的胆子 都拿出来用了 发布会老板表示 公司以后会封杀他 并且停止一切和他的合作 白灿灿却表示 不是他们封杀了自己 而是在自己这里 永久地封杀了他们 并且表示自己的合作项目 已经排到后年年初了 发布会老板表示 自己和多家公司 有亲密合作关系 想借此威胁白灿灿 白灿灿却拿出了一段 刚刚老板表示 假唱无所谓 小鲜肉只要有颜值就好了的话 这段录音 成功震慑到了老板 此时已经下软腿的白灿灿 听到工作人员说 练习声组合上台了 他疑惑地上前 没想到刚打开门 就正好被任一林选中成为 共同完成演唱的粉丝 听到这话的白灿灿和陆燕 都是一惊 要知道 白灿灿可是陆燕的死忠粉 白灿灿站在舞台上 陷入了久违的回忆 他已经不记得自己 有多久没有站在这片光芒下 放声歌唱 然而 此刻的他 却被恐惧所笼罩 正当他感到无助时 陆燕扶住了他 让他站在自己身后 他对任一林表示 这位女生太紧张了 可能无法继续唱歌了 接着 他提议与前辈共同演唱 并表示自己是前辈的粉丝 这一幕 被现场的观众捕捉到 并迅速传到了网上 标题为 Battle现场直播 练习声向Huge宣战 话筒前的人一林 被迫开始唱歌 粉丝们察觉到 声音有些不对劲 有人认为 可能是现场设备出了故障 而陆燕则开始他的轻唱 他稳定的嗓音 证明了设备的正常 随后是叶苏阳 廖元等人的稳定表现 相比之下 Huge组合的表现 显得十分令人失望 至于Huge组合假唱的消息 开始流传 热搜第一条是 Huge组合人设崩塌 秘书询问老板 为什么不让CMP3下台 老板却表示 现在的流程更有意思 流量被新人练习声吊打 他只关心游戏的宣传目的达到 其他一律不管 回到家中 廖远询问陆燕 为什么要帮助那个女孩 陆燕陷入了回忆 那天他们第一次相遇时 白灿灿是唯一一个 听完他唱歌的人 后面还高举着手机给他鼓励 看到白灿灿 露出那副开心的模样 陆燕无法坐视不理 经纪人表示 他们和Fuge的视频 被顶上热搜话题快一晚了 应该涨了不少粉 随后提到即将到来的队长争夺赛 叶苏扬赶紧表示 别以为一起上了节目 他们就是朋友了 这个队长是自己的 陆燕也不甘示弱地回怼回去 这时 叮咚一声 白灿灿刚刚发布了一条微博 他画了一幅ZMK3的海报 廖远站在中间 而旁边的陆燕和叶苏扬 都被画成了女生 这个场面看得陆燕两眼一黑 而叶苏扬却高兴地拿着喇叭大喊 我家太太画自己了 陆燕心里震惊 为什么有人被画成这样 还这么开心 但同时他心里 也生起一种莫名的嫉妒 另一边的白灿灿 开心地决定 以后要给三个孩子画画 随后他又想到 在台上陆燕维护自己的画面 心中感到欣慰 ZMK3 in Huge组合的假长风波 被推上了热搜 粉丝数量猛增 花灿又为他们绘制了性转图 导致陆燕和叶苏扬 被许多人误认为是女生 陆燕看着花灿笔下帅气的廖远 心生嫉妒 他决定偷拍廖远的丑照 让花灿看清他的真实面目 然而 拍出来的照片中 廖远依然帅气逼人 陆燕无奈之下自拍了一张 结果获得了一张可爱的照片 他一气之下砸了手机 经纪人提醒他们 队长争夺赛的场地到了 让他们下车 陆燕原本以为 这场有上百万观众预约观看的比赛 会场地会十分豪华 但没想到 来到了一处破败的山村 一位大妈让他们让一让脚 方便她清理机时 吓得廖远和叶苏扬 跳到了路眼身上 文杰表示 这次的队长比拼赛 现在就开始了 除了业务能力 对综合能力的考验也很重要 比赛将从应变能力 协作能力和耐力等方面 对他们进行考核 最后由网络票选投出队长 白灿灿也混入了队伍中 默默为路眼加油 第一场的能力比拼 是掏鸡蛋 路眼手忙脚乱地抢着鸡蛋 而叶苏扬逃成了大鹅 廖远讨厌带羽毛的动物 直接缩在椅子上 白灿灿偷偷在地上放了几个鸡蛋 想帮路眼作弊 但一只母鸡 直接坐在了鸡蛋上 开始孵蛋 第一轮投票结果 路眼略胜叶苏扬一筹 第二轮比拼是插秧 叶苏扬和路眼身影快速移动 谁也不服输 廖远呆呆地看着他们表示 他们插错场地了 第二轮的投票结果 是看起来靠谱一些的廖远票数最高 第三轮比拼是背萝卜 白灿灿准备了运动饮料等他们 路眼和叶苏扬两人正争抢萝卜 结果萝卜飞到了白灿灿头上 夜晚 客栈里 白灿灿感叹 当现冲的一天很辛苦 还是一个人更自在 忽然 她听到一阵歌声 白灿灿顺着歌声望去 发现是路眼在给两个小朋友唱歌 自从遇到路眼以来 她总是能勇敢地面对各种情况 与身边的人相处融洽 她一直努力改变自己的未来 在现实世界中 胆小切弱的白灿灿 也因此获得了对抗别人的勇气 但路眼也给她带来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路眼旁边的小女孩指着白灿灿 路眼看了过来 大喊着 让白灿灿待在原地别动 自己马上过去 她要求白灿灿 这次不准逃走 白灿灿内心十分慌乱 虽然她觉得 路眼很喜欢自己画的图 但如果当场掉马的话会很尴尬 她不希望路眼称呼自己为花灿老师 而是希望看到最真实的她 于是 白灿灿打算钻进旁边的一片草丛 结果还没来得及行动 就被路眼拉住 询问她想要逃到哪里去 她提到 上次晕倒时 只有白灿灿在自己身边 但花灿却有自己弹钢琴的视频 为什么游戏发布会那天 会出现在后台 以及她和花灿 到底是什么关系 甚至质疑白灿灿 是否就是花灿本人 白灿灿解释 自己是花灿的朋友 视频是自己给她的 那个活动 也是自己接受她的邀请去的 但路眼对她的回答 一句都不相信 此时 身后传来声音 问是 谁在那里鬼鬼祟祟的 白灿灿认为 路眼和可疑女子私下见面 一定会成为黑料 所以直接将路眼扑倒在草丛里 等她打算等人离开后 把路眼拉起来时 却发现 起身的人变成了叶苏阳 叶苏阳被路眼推开 路眼不满地表示 怎么哪里都有她 叶苏阳 其实是看到花灿小号 发了这里的定位 才打算出来碰碰运气 她询问是否打扰到了路眼 和她的小女友 白灿灿刚要开口辩解 叶苏阳却表示自己 有点喜欢她 眼看着叶苏阳越来越靠近 路眼赶紧将白灿灿 紧紧搂进怀里 宣称白灿灿是自己的粉丝 随后 路眼和叶苏阳两人 开始争夺白灿灿 一人握住她的一只手 询问她到底更喜欢谁 白灿灿犹豫了一下 回答最喜欢路眼 又表示喜欢叶苏阳 还说喜欢廖远 她认为大家都是好朋友 应该相亲相爱 为了组合的和谐 说完 她将路眼的手 和叶苏阳的手放在一起 然后溜走了 叶苏阳拉住准备逃跑的白灿灿 表示夜路危险 要送她回去 但被路眼推开 称自己会送她 两人又开始争吵 白灿灿看着他们 心想明明住得不远 有什么好送的 但在她眼里 两人只是在玩闹 于是 她偷偷溜走了 叶苏阳看着四处张望的路眼 肯定地说 白灿灿不只是她的粉丝 不要让自己抓到把柄 路眼表示 比赛结束后 她会让叶苏阳消失在视线之内 叶苏阳看着离开的路眼 刚准备转身离开 发现草丛里有一条围巾 和一个手机 手机屏幕亮起 上面的内容 让叶苏阳一愣 第二天文姐宣布 这是最后一轮的队长争夺赛 看着三个小伙 眼下都布满了黑眼圈 路眼因为昨晚满脑子都是 白灿灿而失眠 廖远被大姐们抓去 搬了一晚上的农产品 而叶苏阳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昨晚她将手机还给白灿灿 并表示 无意间看到她的屏保 询问是否可以介绍给自己认识 白灿灿立刻向她介绍 那是她新追的番剧 并开始详细介绍内容来源 叶苏阳听到后 眼眶湿润 她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冷圈好友 她觉得 白灿灿作为路眼的粉丝 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镜头外 叶苏阳和路眼前一秒还在斗嘴 后一秒面对镜头 立刻换上了笑脸 这一幕 让旁边的廖远 看得目瞪口呆 文姐宣布 最后的选拔是才一比拼 要求各位拿出最擅长的节目 在村头戏台进行表演 这次比赛村内的老人和小孩 都会参与投票 他们的投票至关重要 看着蜂拥而至的村民 叶苏阳和路眼都冷汗直冒 比赛将进行直播 不仅村民的投票 直播间的热度 也对本次比赛的结果产生影响 白灿灿不满地表示 他们公司到底在搞什么鬼 这么寒酸的舞台 真是浪费他宝贝的盛世美颜 路眼的周围全是小孩子 他笑容满面 和蔼可亲 而叶苏阳靠着情话 吸引了很多年轻女孩 廖远则被一群大妈围住了 目前的战况是 叶苏阳略胜路眼一筹 白灿灿看着眼前这一幕 很是欣慰 不过他的仔仔 必须要做队长 于是开始疯狂地 给路眼加油打气 因为路眼的面前全是小孩 没有人可以给他做遮挡 孩子们被白灿灿吓得 都往妈妈那边跑 而妈妈们正好围着叶苏阳 叶苏阳却误以为是白灿灿 故意把路眼的粉丝 引到自己这里来的 开心地给白灿灿了个wink 路眼看着叶苏阳和白灿灿的互动 心里泛起一阵酸意 但是还是赶紧扶住白灿灿 以免他撞到老人 他让白灿灿注意安全 白灿灿却觉得 他的仔仔处于弱势 还关心别人 他一定要帮他的仔仔夺取队长 白灿灿分析了 现场的男女比例为2比8 这些女性中 20至40岁的居多 更需要迎合20岁以上女性的口味 结合了叶苏阳和廖远的优势 他知道 作为年轻人 想要看些什么 路眼此时正在发愁 叶苏阳用他的社交技巧 吸引了很多观众 廖远被一群婆婆爷爷围着 这种扮娱乐形式的比赛 单纯的唱跳根本没有胜算 路眼脑袋一转 开始在屏幕前摇起了花手 他这一举动 让围观的群众觉得很没有意思 瞬间路眼的热度就猛地降低 而叶苏阳和廖远热度暴涨 叶苏阳还挑衅着朝路眼比了个中指 路眼对摄影大哥表示 去拿个乐器就回来 随后他开始边走边思考 该如何吸引观众 而这时他被白灿灿拉住 结果白灿灿力气过猛 两个人向后倒去 路眼问白灿灿怎么了 白灿灿表示 如果路眼愿意的话 自己有办法让他赢得比赛 在比赛即将结束的最后30分钟 叶苏阳觉得自己已经胜圈在握 但突然间 远处传来了叫卖声 卖鱼了 新鲜献抓的鱼便宜卖了 这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包括叶苏阳 村民们立刻被这个活动所吸引 纷纷向湖边走去 白灿灿也混在人群中 跟着大家一起涌向湖边 当他们到达湖边时 却发现叫卖声 是从一个空荡荡的地方传出来的 没有人影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 正当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 远处又传来了一阵民谣声 卖阳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个陷阱 有人故意把他们引到了湖边 然而 当他们看到路眼站在远处 衣衫半解 白衬衫微微湿透 头发撩了上去 所有人的疑惑和不满 都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容貌和嗓音让人着迷 老太太们觉得他像年轻时 追他们的水田小伙 年轻女孩们 则被他的外貌和嗓音所吸引 小女孩们 更是被他会抓鱼所吸引 路眼走上了岸 将一条鱼递给了一个小女孩 他双手捧着鱼 笑容满面 这一幕 让小女孩看得鼻血直茂 白灿灿在人群中开始起哄 称 这是路眼亲手抓的鱼 机会难得 只有一条 人们开始疯狂地给他点赞 路眼的举动 不仅赢得了村民们的好感 也让直播间热度暴涨 此时的战况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路眼的人气遥遥领先 他与白灿灿对上了视线 朝他微笑 白灿灿看得小鹿乱撞 脸红地低下了头 廖远不知何时也跳入湖中 徒手捉了个憋 结果没拿稳 整个人栽进了水里 浑身湿透 这一幕让观众瞬间倒戈 纷纷表示要买憋 廖远都没想到 事情会这样发展 比赛时间到 根据统计出来的票数 这次的比赛胜出者 竟然是廖远 叶苏扬在车里吵闹着 要踢掉路眼 但这时路眼看到了 车外失落的白灿灿 他拿起手机 滚动播放着我会更努力的 本我不会再让你失望 这个方法现在被他用来安慰白灿灿了 花灿发了一条微博 敦促所有人都去看 队长争霸赛的回放 微博的封面图片 使他画的一张路眼变成美人鱼的同人图 这张图也成功登上了热搜第十名 路眼感到无奈 不明白为什么花灿又画了这样的图片 叶苏扬则极度地浑身发抖 觉得路眼十分可恶 身在福中不知福 路眼赶紧把手机拿到叶苏扬的面前 让他看看自己被画成了什么样子 这时 文姐冲了进来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们将参加直冲云霄第三季的录制 这是一款曾经火爆全网的综艺节目 国民女神和国民男神 都是该节目的固定嘉宾 第三季需要一些新面孔 而花灿将路眼带上了热搜 加上之前揭穿了Fuge假唱的事情 被节目的白总相中了 这是他们爆火的机会 路眼却不满地表示 这又是因为同人图的原因 难道他永远摆脱不了花灿的魔爪吗 随后 路眼想到 如果他在节目中好好表现 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 或许可以改变花灿对自己的看法 于是 他立即开始补习之前的直冲云霄节目 另一方面 白灿灿画得非常开心 他觉得路眼一定会很喜欢他的画 然后 他又继续疯狂地画画 这时手机铃声响起 他接到了参加直冲云霄节目的邀请 是他的舅舅打来的电话 没想到 白灿灿竟然是隐藏的附加千金 舅舅在电话里打起了亲情牌 表示 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 他甚至不知道 白灿灿现在长什么样子 舅舅说 他们家只有白灿灿 和他妈妈长得最像 听到舅舅讲妈妈的事 白灿灿动摇了 事情的原因 其实是 这一季 两位画师嘉宾 都因为一些问题 无法参加节目了 舅舅看着花灿发的微博 他这个小侄女的热度 完全不输给小明星 又遗传了他妈妈的好嗓子 简直是老天赏饭吃的典型 只可惜 他不愿意混娱乐圈 这时 白灿灿回复了舅舅的消息 表示愿意参加节目录制 但必须答应自己一个条件 与此同时 鹿演他们的录制行程 也安排好了 2月13号上午10点 他们将在白鸟音乐厅录制 直冲云霄第三季 在直冲云霄第三季 发布会现场 嘉宾们陆续入场 主持人首先介绍了新面孔 CMP3组合 分别是霸气的队长廖远 帅气全能的叶苏扬 和小可爱鹿演 听到这个介绍 鹿演直接愣在了原地 接着 主持又介绍起了 参加节目的其他嘉宾 包括知名歌手和演员 还有人气女子组合 FXF的成员 宋安雅 宋安雅内心想着 论美貌 没有人能比得过她 所有人都要败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当她抬头看到鹿演时 直接脚下一滑 摔下了台阶 她没想到 鹿演也在这里 而鹿演看起来 也还是老样子 国民男神也出现在了舞台上 随后主持人介绍到 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 节目播出以来 首次请到的素人嘉宾 绘画大V花灿 在众人的期待目光中 花灿带着一个 可爱的仓鼠头套 出现在众人眼前 她的脚还在不停地发抖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众人一乐 花灿并不知道鹿演会来 下得赶紧服吻了 她的仓鼠头套 生怕被鹿演认出自己 主持人宣布 嘉宾已全部到齐 现在需要互选搭档 作为第一期节目的合作伙伴 鹿演看着花灿 而花灿旁边的宋安雅 以为鹿演要选择自己 满怀期待地等着鹿演走过来 结果 鹿演选择了花灿 她表示 这位素人嘉宾 应该没有什么经验 自己想帮助她 并且表示自己 最喜欢小仓鼠了 鹿演心中暗自得意 这次花灿 终于落入了自己的手中 鹿演刚表达完 对小仓鼠的喜爱 就被叶苏扬一把推开 让她不要吓到花灿 还没问花灿是否愿意 突然 现场灯光熄灭 主持人宣布 嘉宾互选环节结束 第一轮游戏即将开始 有人疑惑地表示 这只是一个发布会 怎么就变成游戏了 大厅响起声音 道知所有大门已关闭 嘉宾们有一小时的时间 找到秘密出口 第一队成功逃脱的嘉宾 将获得下一轮游戏的 队员分配权和双倍金砖奖励 倒计时开始 嘉宾们开始躁动起来 花灿对舞台有恐惧感 她害怕黑暗和吵闹 突然 她的手被握住 是露衍拉住了她 告诉她 倒计时已经开始 需要尽快离开 这一瞬间 让花灿觉得似曾相识 两人来到一处杂物间 花灿十分疑惑 这么小的杂物间 真的有逃出去的密道吗 看着露衍伸过来的手 花灿以为她 想要摘掉自己的头套 然而 露衍只是将手伸到她的身后 找出了手电筒 和场馆平面图 花灿意识到 自己误会了露衍 尴尬地挠头 露衍解释 进门时给的手卡背面 有物资包的锁在地线索 并表示自己 不会做趁人之危的事情 有了平面图 寻找出口会方便很多 花灿表示 门好像被锁住了 明明自己只是随手推了一下 露衍让花灿让一下 打算用手电筒照一下 结果发现 手电筒没电池了 花灿赶紧表示 自己的手机没有被没收 可以开闪光灯 然而 落下的手机屏幕 亮起了马赛克内容 看着要去帮自己 捡手机的露衍 花灿猛地扑了上去 表示不用他帮忙 露衍告诉花灿 他知道花灿画自己的那些图 觉得两人需要面对面 聊一下这件事情 所以希望花灿 还是早点把这个仓鼠头套摘掉 花灿却觉得 当面被抓包太丢人了 自己还是 他见过的小粉丝 以后该怎么面对他呢 两人开始了一番头套争夺 花灿推开露衍压在他身上 表示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 询问长相很重要吗 结果这时门打开了 几人看到的画面 就是花灿 骑在露衍的身上 而众人正要离开杂物 不坚实 花灿的脚一微 摔了出去 头套也掉了下来 几人也终于看清了花灿的长相 花灿此时整个人止不住地发抖 被正主发现了自己的真面目 还被当场抓包掉马现场 而且还当着这么不人的面出丑 摄影机对准了他 他们夸赞他 长得很可爱 为什么不肯露脸呢 随后 摄影师打算给他特写 这种成为所有人视线焦点的感觉 激起了他不好的回忆 忽然 他的头上被盖上了一块毯子 是鹿眼替他挡住了这些视线 他悄声对花灿说头套脏了 先用毯子凑合一下 然后帮他裹紧了毯子 鹿眼低头看到 花灿红肿的脚踝 和散开的高跟鞋 一把将他抱起 向众人表示搭档的脚扭伤了 自己先带他去休息室冷敷一下 叶苏扬发现 花灿就是那个锥形成的女孩子 两人来到了休息室 鹿眼让花灿将脚伸出来 自己帮他冷敷一下 这个画面让花灿心乱如麻 花灿感谢鹿眼 刚刚帮自己解围 并且表示以后会帮自己 鹿眼表示 之前花灿也帮过自己 花灿解释说 人多的时候 自己容易晕过去 随后鹿眼抬头看向花灿 夸赞他 长得还是很可爱的 让他自信一点 这话直接让花灿羞红了脸 花灿询问鹿眼 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了 鹿眼表示 破绽这么多 看不出来也很难 花灿看着帮自己冷敷的鹿眼 心想他又一次帮助了自己 本以为一直是自己在守护他 没想到 是他一次次出现保护自己 本来以为追星是漂泊不定的事 现在却让他感觉格外安心 过了一会儿 鹿眼觉得覆得差不多了 刚想抬头问花灿些什么 却发现他坐着睡着了 看着花灿的睡颜 鹿眼羞红了脸 知道他 就是花灿后自己的内心 怎么可能平静呢 但是如果自己也摆出 和其他人一样惊讶的样子 只会让他更害怕 睡着的花灿 突然一巴掌拍在鹿眼的脸上 嘴里念叨着 要画很多很多鹿眼的同人图 起得鹿眼捏紧拳头 打算以后慢慢算账 忽然门被打开了 摔进来的是宋安雅和叶苏阳 睡着的花灿 被一阵吵闹声吵醒 发现是叶苏阳在和鹿眼吵架 叶苏阳表示 鹿眼带花灿过来 就是不怀好意 忽然 宋安雅拍开了叶苏阳的手 询问他对队友动手动脚做什么 叶苏阳表示自己对内协调 似乎与宋安雅无关 并且询问宋安雅 以送药的名义跟过来 是有什么想法 宋安雅的眼神 不自觉地瞟了眼露眼 随后强忍着怒气 询问叶苏阳什么意思 忽然一个棒棒堂落在地上 是廖远过来了 他冷着脸询问宋安雅 要对他的哥哥做什么 花灿发抖地 看着这紧张的场面 他心里兴奋极了 觉得此时 如果将这个画面 画成同人图 简直是完美 画面跳转 叶苏阳扶着宋安雅下车 两人都挂上了招牌假笑 心里怒气冲冲的 廖远面上也表示 很喜欢宋安雅 而远处的花灿 看着这一幕 在开心的拍花絮 给特写 他们这样一敌一友 暗中厮杀的感觉 彻底击中了他的猛点 然而 微博上花灿的长相 被曝光了 而鹿远公主 爆他的画面也被发出 标题还十分炸脸 鹿远不知何时 窜到他的身后 询问他在看什么 吓得花灿赶紧远离他 鹿远刚想开口讲些什么 主持人表示 比赛即将开始 上一局有廖远 叶苏杨队伍 还有宋安雅队伍并列胜出 这一局 他们可以自行选择队友 而主持人话还没讲完 叶苏杨就表示 自己选择花灿 随后向鹿远表示 自己队伍满了 不能带他 看着被叶苏杨抢走的花灿 鹿远暗暗握紧了拳头 这时宋安雅表示 他选鹿远 鹿远扭头看着宋安雅表示 这场比赛 他们一定要赢 这一次 他一定要夺回主动权 摘下眼罩的花灿 但很是疑惑 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就算了 他也不知道被送往了哪里 这时广播响起 道知所有嘉宾 第一轮四名牌挑战开始 各位成员将随机送到任意场地 寻找其他成员 并私下淘汰其他玩家 最后活下来的玩家队伍 获得比赛胜利 穿同款服装的两名玩家 彼此之间拥有一次豁免权 穿着兔耳朵 扶着鹿远 摩拳擦掌 觉得 这是他一展身手的时候了 此时 一个不怕死的嘉宾 正好看见了鹿远 在他眼里 带着兔耳朵的鹿迷蒙的 没什么杀伤力 让他交出名牌 结果一瞬间 他的名牌就被鹿远撕下 要知道 鹿远之前可是笑罢 鹿远露出了甜甜的微笑 表示抱歉 随后 鹿远又迅速撕下了三位嘉宾的名牌 叶苏阳和鹿远也碰上了 叶苏阳表示 鹿远很厉害 但是自己是不会给他机会 抢走自己的搭档的 鹿远却表示 他话不要说太早 随即两人开始斗了起来 花灿这边躲在草丛里 觉得外面太凶险了 他这种死宅 根本跑不过他们 秒头发现 鹿远和鹿远斗了起来 在摄影师的眼中 这两人十分凶残 根本不敢相信 他们是一个团的 而在花灿的眼中 是鹿远在被鹿远欺负 气得花灿直接蹦起来 觉得自己的保护鹿远 就在鹿远即将撕下 鹿远名牌的时候 花灿突然冲到了两人的中间 让他们不要再打了 而这一幕 看在鹿远和叶斯阳的眼中 却是花灿在送名牌 而这时花灿的内心 也是十分混乱 这个情况下 是应该帮队友 还是帮他的宅宅 他现在十分后悔 如果可以重来 他一定要躲在草坪里想清楚 宋安雅不知何时 出现在了叶斯阳的背后 表示他跑不掉了 随后撕下他的名牌 就在宋安雅要 伸手撕下花灿身上 名牌的时候 鹿远挡在花灿的面前 让他快点离开 下次就不会放他走了 宋安雅愤怒地询问鹿远 为什么放花灿离开 鹿远赶紧解释说 他们是同款服装 有一次豁免权 而心里却酸酸地想着 花灿这样毫无顾忌地冲出来 是为了保护叶斯阳吗 宋安雅贴近鹿远的耳边 询问他 是不是喜欢那个花灿 听着宋安雅的话 鹿远表示感谢他的关心 那个女生对他非常重要 宋安雅却表示 上升期的爱豆 当然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 心想着 除非对象是自己 随后对鹿远表示 要抓紧时间了 宋安雅为了能和鹿远 将并肩走在一起 等了五年 他已经不是之前 那个躲在角落 不敢被他发现的女孩了 忽然宋安雅的名牌被撕下 扭头一看是廖远 廖远内心想着 自己替哥哥报仇了 宋安雅被廖远 强烈的压迫感吓了一跳 突然远处一道 限定游乐园巧克力冰淇淋的声音 将廖远的吸引了过去 而跑过去的廖远 也被鹿远顺手撕下了名牌 廖远哭唧唧地询问鹿远 怎么能撕掉他的名牌 而广播也想起宋安雅 廖远淘汰 此时的花灿正想着 应该躲到哪里去 广播此时却想起 比赛目前只剩下鹿远 和花灿两名玩家 比赛区域将缩小 而花灿此时吓得要命 不知道该躲到哪里去 而他也遇上了鹿远 看着鹿远 花灿心想 他应该不会突然冲向自己 结果鹿远猛地向他追来 想着鹿远跟他说过的 下次不会放过自己 没路了 花灿想着从海盗船穿过去 再跳下栏杆 结果鹿远也跟了上来 机器这时也准备启动了 花灿让鹿远 赶紧把安全带系上 而接下来的画面 就是花灿开心地玩着海盗船 而鹿远被吓得缩在上面发抖 花灿在机器停下的时候 火速跑路 而鹿远也赶紧追了上去 结果这两人玩了 一个又一个的游乐项目 随着播报声响起 比赛倒计时十分钟 花灿想着 上摩天轮一定能撑够十分钟 那么下来 两人就是平手了 而摄影师大哥 却着急地表示 摩天轮上没装摄像机 花灿上了摩天轮 开心地表示安全抵达 结果扭头发现 鹿远也跟了上来 鹿远表示 只剩下他们两个了 正好有些事情想问问他 鹿远捏起一个穿着小裙子 鱼网袜的同人玩偶 询问花灿 这是什么 并且表示自己 捡到这个玩偶的时候 心里阴影面积非常大 还发现 鹿远底下竟然穿了小内裤 花灿害羞地 让他还给自己 忽然 鹿远抓住了他的手 让花灿不要动 看着脸色不太好的鹿远 花灿询问他 是不是恐高 鹿远瞪了一眼花灿 然后缩去了角落 看着害怕的鹿远 花灿拍了拍他的肩膀 表示闭上眼睛 马上就能下去了 结果 鹿远抓住他的手 询问自己 在他眼里到底是什么样的 花灿很疑惑 鹿远为什么要这样 问自己的想法 对他来说 很重要吗 结果摩天轮又开始晃了起来 忽然花灿一个眉站纹 倒进了鹿远的怀里 而花灿意识到 鹿远想要撕掉自己的名牌 赶紧将人一把推开 结果一个眉站纹 花灿摔进了鹿远的怀里 两人的脸贴得极净 瞬间两人就红了脸 而恐高的鹿远 此时整个人也晕乎乎的 当摩天轮开门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 鹿远晕倒在摩天轮里 而最终播报表示 花灿 鹿远的名牌未被撕下 鹿远因为恐高没赢的比赛 心里正在烦闷 而花灿却在思考 自己是不是让鹿远不喜欢了 两人忽然对上的视线 又不禁想到 摩天轮上贴得极净的脸 瞬间两人脸也变得通红 而阳台上国民男神Louis 正和叶苏阳靠在栏杆上 询问他 为什么装作不认识自己的样子 叶苏阳却表示 自己一个小练习生 和大明星走那么近 太不低调了 Louis表示 叶苏阳来做练习生 他家老爷子 估计要气疯了 随后表示 叶苏阳看了花灿那么久 他可从来没有见过 他对一个女孩子那么上心 询问叶苏阳 是不是喜欢他 叶苏阳却觉得 那种感情更多的 像是占有欲 而此时喝多了的花灿 倒在了路眼的怀里 而宋安雅和叶苏阳 也分别对路眼和花灿 势在必得 在节目组下他的酒店里 花灿正刷着微博 微博标题 都是恭喜太太倒到真的 下面的配图 是花灿和路眼 在游乐园游玩的画面 他们甚至有了CP粉 名叫花露 花灿想着花露CP 随后脑袋里浮现了自己 和路眼的亲密画面 瞬间让他红了脸 手机铃声响起 是花灿舅舅打来的电话 舅舅恭喜他火出圈了 花灿心里却恶狠狠地想着 都是因为舅舅没有提前通知他 路眼会在节目里 随后舅舅又表示 他那里有一封花灿妈妈 写给他的信 是他妈妈当年托自己给他的 舅舅表示自己 一直没找到机会给他 结果差点被他爸爸拿走了 花灿回忆起 小时候爸爸在烧妈妈的东西 他表示 看不见就不会再难过 而花灿也决定 绝对不能让爸爸 再夺走他妈妈的东西 舅舅又表示 有一件事情要和他商量 他要求花灿后面的节目 一定要稳定发挥 保持住第一集的感觉 并且努力拿到这一季的总冠军 舅舅说 花灿和路眼多互动 他们俩太搞笑了 播出效果非常好 花灿表示他 只是想安安稳稳地 把这个节目录完 并没有想过 跟他们争什么第一 他表示 镜头 曝光度 话题度 自己都不想要 对他来说 拿回妈妈唯一的照片就够了 舅舅让花灿 不要那么不自信 人总得向前看 不要老是被过去缠住 而舅舅的对面 赫然做了一个人 舅舅询问那人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放弃那个念头吗 那个人却表示 这本就是他该走的路 花灿讨厌这种被摆布的感觉 他明白 真正理解自己 懂自己的人 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随后开始画画 忘记这些烦恼 而走出阳台的路眼发现 花灿就在自己的隔壁 而他也又在 画自己的同人图 看到他 直接大喊一声 结果发现 花灿画的是 自己的帅气同人图 路眼发现 花灿的眼睛红红的 不知道是不是刚刚哭过 看到哭过的花灿 路眼的内心十分不舒服 正打算安慰一下他 结果自己根本不知道 该如何安慰女孩子 随后对花灿 竖了两个大拇指 以示鼓励 结果这个动作 被花灿误以为是 之前路眼夸自己 画得好看的时候的动作 看着绽放笑颜的花灿 路眼也放下了心 花灿向他回了一个爱心 并且发现 路眼总是能赶走自己的烦恼 无论是初见 还是现在 幸好遇到了他 而路眼 开始在大半夜 开始举铁健身 而路眼和花灿内心 都是之后的比赛 必须赢 拿着玩具枪的花灿 正在四处张望 他摘下眼罩以后 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 在这个地方 但是舅舅跟他表示 第二期的录制 并不会太困难 自己的胜算很大 果然舅舅又在骗自己 而这时广播响起 宣布游戏开始 App两组队伍 被分散在大楼中 各位玩家 需要击败敌方小队 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 而大楼内 会不定时刷新影怪 NPC 玩家需要瞄准 红星爆头 这对于平时 只摘在家画画的花灿来说 简直是地狱难度 不一会儿 他就累得气喘吁吁 这种全息影怪 根本打不完 他也根本来不及跑 现在武器能量也用完了 而此时身后传来声音 是一名嘉宾 发现了落单的花灿 正打算拿下游戏的首杀 就在他即将击败花灿的时候 一只枪抵在他的背后 是鹿眼及时出现 保护了花灿 花灿泪眼汪汪的化身迷媚 对鹿眼开始一顿猛夸 夸得鹿眼 那叫个心花怒放 随后花灿表示 自己的枪没能量了 打不了了 随后 鹿眼就将他带到了物资厢前 花灿正在疑惑 但要补给该如何塞进枪里 鹿眼握住他的手 表示要扫手腕上面的条码 随后显示武器充值成功 花灿刚想扭头表示感谢 却发现两人的脸挨得极近 顿时他们俩瞬间脸红地分开 花灿发现 只要和鹿眼靠得很近 心跳就会很快 也会忍不住想起那天的事情 突然响起警报声 是怪物刷新了 高级怪物很难对付 鹿眼让花灿躲到自己的身后 而这一次 鹿眼也像上一次一样 没有任何考虑 就挡在了花灿的身前 给了他满满的安全感 忽然花灿的背后 窜出来一只怪物 鹿眼迅速地将他击败 但是怪物的血 见到了鹿眼的身上 导致他损失了20%的血 这让花灿瞬间鼓起了勇气 他这次不想再做胆小鬼了 他也可以保护鹿眼 鹿眼看着勇敢举起枪的花灿 表示自己会保护好他 经过一番激战后 两人终于将影怪全部消灭 看着残血的鹿眼 花灿让他赶紧使用回血包 让花灿自己拿着应急 花灿强硬地表示 一定要给他用回血包治疗 鹿眼低头询问花灿 是不是在关心自己 花灿瞬间满脸通红 傲娇表示不要就算了 鹿眼看着害羞的花灿 露出了微笑 在前面探路的花灿 正招呼着鹿眼 往他这个方向走 结果迎面碰上了宋安雅他们队伍 吓得花灿赶紧打算跑路 结果枪打落 宋安雅的枪口 也抵在他的胸前 并表示自己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鹿眼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结果被廖远拦下 表示鹿眼对手是自己 看着阻拦自己的廖远鹿眼 怒气冲冲地开骂 而宋安雅想要向鹿眼 证明自己才是强者 像花灿这种霸总系列的 傻白甜女主 根本不值得她喜欢 结果一个不留神 枪就被花灿一把抢过 而花灿的内心 是要和鹿眼一起赢 才不能这么轻易认输 并表示自己 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随后 花灿和苏安雅 开始了抢夺武器的战争 而这边宋安雅抓住了逃跑的花灿 结果花灿一个没站稳 不小心碰到了什么 而广播也响起警告 他们所在区域的自爆系统 即将启动 要求玩家撤离 而另一边鹿眼 正在慌忙地寻找花灿 看着祖兰在身前的廖远鹿眼 直接冲了过去 而这一举动也看啥了廖远 他没想到 鹿眼居然直接冲上来了 宋安雅和花灿这边 还在寻找出口 忽然鹿眼出现在了花灿的身边 一把将它抱起 从高台跃下 看着这一幕的宋安雅 心里十分不适滋味 而廖远此时也出现在他的身后 将他拉出危险区 鹿眼抱着花灿 跳下了高台 随着头顶响起爆炸声 摔在鹿眼身上的花灿 赶紧爬起来 检查鹿眼有没有受伤 鹿眼表示 这是唯一的逃生路线 节目组事先在这里 垫好了软垫 随后他调侃花灿 小小一只 重量倒是不轻 他的内心也庆幸 没有让花灿受伤 他自己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 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 在即将爆炸的那一瞬间 好像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他脑海里就只有一个念头 要救花灿出去 而花灿凑近鹿眼 要求他赶紧加血 表示真的很危险 看着念念叨叨担心自己的花灿 鹿眼只觉得无比心动 花灿总能左右他的情绪 身后传来声音 是宋安雅和廖远 鹿眼刚摆好警惕姿态 广播就响起 宋安雅和廖远已淘汰 宋安雅表示 廖远拉着他 往爆炸中心带 廖远尴尬地表示 是自己搞错方向了 正要发作的宋安雅 忽然意识到 这是在摄像机面前 赶紧换上温柔的面孔 对廖远温柔安慰 这副模样的宋安雅 吓得廖远浑身发抖 随后两人也被关进了小黑屋 宋安雅扭头看着鹿眼 和花灿温馨的互动 心里很不适滋味 花灿表示 这次多亏了有鹿眼 只要有鹿眼一出现 所有的困难都能被解决 他自己也总是害怕 会过度依赖他 想着不能总是给他拖后腿 鹿眼却表示 这都是他该做的 他们可是队友 而且花灿不可能会拖后腿的 他们在一起共同面对困难 并表示 不需要花灿一个人应付 他的身边有自己 而这时 叶苏扬忽然抓住了花灿 看着紧张的鹿眼 叶苏扬表示 自己是本场唯一的狩猎者 有双倍的血条和伤害防御 看着装逼的叶苏扬 鹿眼无情地揭穿他 不过是没有抽到同伴 一个人一组罢了 随后叶苏扬又表示 他可以随意击杀任意玩家 也可以留下任意玩家 然后低头询问花灿 想不想赢 并且表示自己可以让他赢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用自己手里的这把武器 击杀鹿眼 叶苏扬低声询问花灿 是想跟自己一起赢 还是跟着鹿眼一起输 这都取决于 花灿随后将枪在花灿手上握紧 花灿表示自己当然想赢 但是他也绝对不能抛弃自己的队友 随后将枪向上 叶苏扬看着花灿的举动 没想到他为了鹿眼 居然愿意用枪口抵着自己 但发现情况不对劲 花灿把扳机扣住了 随后花灿大声表示 自己将叶苏扬和他的武器控制住了 让鹿眼赶紧攻击 接着 鹿眼瞄准叶苏扬开枪 而叶苏扬紧紧抱住花灿 以躲避子弹 叶苏扬怒骂鹿是个小人 让鹿眼和自己正面刚 叶苏扬质问鹿眼他的队友在自己手里 就不怕误伤吗 鹿眼表示 不可能会伤害到他 在叶苏扬准备拿出他的第二支枪的时候 花灿也察觉到了鹿眼有危险 直接冲上去将叶苏扬撞开 对鹿眼表示 叶苏扬还有一支枪 这一幕 看得两人都是心惊肉条 结果 花灿挣脱了叶苏扬的禁锢 直接猛地举起枪 给叶苏扬的脸上来了一击 花灿按下扳机 发现没反应 结果鹿眼表示 花灿好像对叶苏扬造成了物理伤害 叶苏扬已经倒在了地上 而广播也响起 由于意外工伤 叶苏扬暂时退出游戏 其余玩家比赛继续进行 随后 鹿眼和花灿也是一路横扫敌人 最终取得了胜利 叶苏扬因为工伤 没能再次入场 而第一期的节目也杀青了 Louis表示自己看了比赛录像 花灿冲出去的时候 叶苏扬完全有时间射击 赢的概率明明很大 但是叶苏扬却没有行动 叶苏扬表示自己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搞定鹿眼 但是 当自己看到 花灿为了保护鹿眼 使出全力夺过枪 指着自己的时候 好胜心突然就消失了 只剩下难以言状的挫败感 但是自己 也不会就这样轻易地放弃 而另一辆车里的花灿和鹿眼 正因为节目疲惫不堪 花灿看着那么大的录制场地 表示自己居然能和鹿眼 那么早地遇见 真的是很巧 鹿眼却很无奈 看来花灿不知道 手表有显示有方位置的功能 自己害怕 花灿是游戏黑洞 所以率先去找到了它 而累坏的花灿 此时已经将头靠在鹿眼的肩膀上 沉沉睡去 而睡着的花灿 还在讲着梦话 夸赞着鹿眼今天帅气 听着花灿的话 鹿眼十分高兴 因为自己在他眼里不是可爱 而是帅气了 廖远扭头正想询问鹿眼 要不要玩游戏 结果看到了 像他比近身首饰的鹿眼 廖远十分疑惑 车里暖气这么足 为什么他们要抱团睡觉 鹿眼头和花灿靠在一起 心想着 以后还有很多时间 可以让他慢慢了解自己 并了解他 花灿本以为第二期综艺 录制结束后 自己会有一次短暂的休息时间 结果 他还要画直冲云霄节目 赞助商的宣传图 因为 钱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他舍不得拒绝 绘制的内容 是带ZMP3的例会 本来他以为自己 可以熟练的玩的 但是现在 他唯独画不出满意的鹿眼 现在只要按照以前的感觉去画 脑海里就会浮现 鹿眼保护自己的画面 而这一天 花灿来到公司 想找美术组 聊一下稿子的事情 当他来到指定的摄影棚时 发现鹿眼也在那里进行拍摄 看着专注工作的鹿眼 花灿觉得 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闪闪发光 真好 而当初的自己 就是被这样的他所吸引 而现在 似乎多了一些感觉出来 现在的花灿 站在他的面前 会莫名地紧张 而鹿眼也发现了花灿 花灿表示 自己画不出理想的宣传图 才来和公司的美术组讨论 随后赶紧解释 并不是因为他们难画 而是因为 自己手生状态不太好 花灿刚想跑去找 美术组的香菇的时候 被鹿眼拉住 鹿眼表示自己 给他当模特 花灿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可以画到真的鹿眼 鹿眼表示很惊讶 没想到花灿画自己 居然还要参考 他以为花灿已经很熟练了 但是其实起初花灿 确实是这样的 他只需要远远地看着他 任由自己的喜欢 画着那个想象中最美好的他 但是在和鹿眼 一起经历过一些事后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描绘他了 而四目相对 让花灿十分尴尬 看着逃避自己眼神的 他不看自己 自己还做什么模特呢 过了一会儿 花灿觉得鹿眼应该等极了 随即抬眼一看 发现鹿眼已经睡着了 而窗帘也飘在了鹿眼的头上 花灿伸手 替他掀开窗帘 近距离地观察鹿眼 却更是不知道该如何下笔了 而这时鹿眼也睁开了眼睛 吓得花灿连连后退 一个没站稳 就要向后摔去 鹿眼及时扶住了他 鹿眼无奈地询问他 画画要靠这么近 才能找到感觉吗 随后 鹿眼要求花灿给他看一下画的自己 结果花灿死死护住了自己的草图 不给鹿眼看 两人说吧 开始抢夺了起来 而叶苏扬也刚好拍摄完毕 看到了这一幕 怒气冲冲地询问 他们在做什么 花灿赶紧解释 鹿眼在做自己的广告图模特 鹿眼低头看到地上散落的纸张 正想帮花灿收拾一下 就看到了上面花灿傻乎乎的笔记 鹿眼忽然好像也不在乎 当初花灿画的那些了 而远处一个人 也正观察着鹿眼 第二期的录制地点是在海边 花灿不禁感叹节目组的大手笔 而晚会也请来了很多知名的歌手和演员 但是花灿并不想凑热闹 躲在了角落 悄悄吃点心 叶苏扬凑到花灿的旁边 询问他怎么别人都抢着到镜头前面去 他却在这里吃东西 随后递来一杯酒 想与花灿喝一杯 被冲过来鹿眼一口喝光 看着花灿穿的大V领和透纱 鹿眼赶紧将他挡在身后 并让叶苏扬不要给女孩子喝酒 还抢走了廖元手上的酒 表示他才成年几个月也不准多喝 看着吵闹起来的三人 花灿连忙制止 结果发现摄影大哥凑了过来 正准备跑路的花灿 被广播邀请上台唱歌 要知道 花灿非常害怕 站在人多的地方表演 而鹿眼也很疑惑 为什么这么多的专业歌手 非选中花灿不可 这时宋安雅出生替他解围 表示花灿是画师 不是歌手 表示专业领域不同 满场对他来说太苛刻了 表示自己愿意起头演唱 但是自己想要邀请一位朋友 和他一起表演 并且表示 那个人的钢琴演奏 从小就非常出色 他相信 两人的合作 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随即询问鹿眼 是否愿意跟他一起表演 而鹿眼很疑惑 为什么宋安雅会知道 自己会弹钢琴 但是鹿眼 还是接受了他的邀请上台 而两人共同表演的画面 十分美好 但是这一幕在花灿的眼里 看得却十分难受 桃梨聚光灯 不正是自己想要的吗 而现在突然有一种声音 在他的脑海里叫嚣 自己也曾经属于那道光 为什么现在的自己 连靠近那竖光的勇气 都没有了呢 甚至如此畏惧 而花灿的表情 也被叶苏扬收入眼底 演奏结束 大家纷纷为两人鼓掌 宋安雅也表示 自己的暖场结束了 邀请花灿 继续接下来的表演 而花灿四周 也响起了各种吵闹声 这令他非常想要逃离这里 结果一不小心踩到了裙摆 摔在了地上 看着这一幕的叶苏扬放下酒杯 正打算上前帮花灿 却发现 露言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告诉他 这种时候逃避 已经没有办法了 看地 看海 或者看自己 就当身边没有其他人 随后 请求花灿 让自己 为他伴奏一曲 表示自己会陪他唱完这首歌 看着露言伸过来的手 花灿心中充满了犹豫和不安 他已经习惯了逃离舞台 躲避那些刺眼的灯光 和令人窒息的观众 然而 在露言坚定而温暖的目光下 他感到自己 仿佛被一股力量牵引着 无法抗拒 露言的手 紧紧地握着花灿 仿佛传递给他勇气和信心 他告诉花灿 无论面对多少摄像机 无论有多少人在关注他们 他都会陪着他一起面对 他的话语 让花灿感到一丝安慰 他知道自己不再是一个人 孤单地面对这一切 露言开始为花灿伴奏 他的心跳声 在花灿的耳边响起 仿佛为他分担了一份紧张和不安 当花灿听到露言弹出的旋律时 他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首老歌 这首歌 让他想起了小时候遇见的一个小哭包 他曾经为了安慰他 而弹过这首歌 回忆中的那个小孩 笑得眼泪鼻涕齐飞 丑蒙丑蒙的 而花灿的心情 也慢慢平缓了下来 众人听着花灿的歌声 纷纷表示惊艳 他的声音清澈而动人 仿佛能够穿透人的心灵 然而 就在这时 台下有人表示 勃然世纪的副总来了 他的出现 让花灿十分不安 他并不想在他的面前出丑 看着举杯对自己微笑的副总 花灿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 花灿感到愤怒和失望 他摔下了话筒 表示自己状态不好 不能继续表演了 他转身跑下了台 留下了众人惊恶的目光 路眼担忧地看着他的背影 花灿已经很努力地逃离他的父亲了 但是还是被追着不放 他不知道 为什么他的执念那么深 为什么他总是要干涉他的生活 花灿觉得 舅舅应该不会出卖自己 正打算联系一下舅舅时 却被副总叫住 副总质问花灿 是不是不打算认自己这个罢了 副总询问花灿 刚刚为什么不唱完 批评花灿 还是和以前一样 只会逃跑 而路眼此时也找到了这里 花灿表示 这就是副总来到这里的原因吗 安排这些所谓的演唱环节 看自己上台出丑 副总却表示 他明明有能力不出丑 但是选择了放弃 花灿大声辩驳自己早就说过了 不想再回去唱歌 为了这个 自己已经离开家很久了 询问父亲 为什么还是这么固执 学问他 怎么可以那么自私 副总却表示 过了这么久了 还是觉得在网上画图很好玩 表示自己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他 花灿却表示 他只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第二个白人 而副总也大声打断了他 让花灿不要再提母亲 看着情绪激动的副总路眼 赶紧上前 将花灿护在身后 并表示 让双方冷静一下 不要在这里吵 副总让路眼让开 而花灿却拽住了路眼的衣袖 浑身发抖 看来父亲和舞台 都令他十分害怕 真是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在自己印象中 这个喜欢画画的女孩 总是没有任何烦恼的 对自己微笑 她本就应该是那样的 拿着笔 而不是话筒 路眼表示 让副总尊重他的女儿 现在的工作 表示花灿的话 非常受欢迎 在社交平台上的粉丝 甚至赶超一些明星 他靠着他的画笔 拥有了现在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让副总尊重花灿的选择 而不是逼他上那个他害怕的舞台 他现在已经足够好了 副总却嘲讽路眼 表示一个娱乐公司的小练习生 都没尝过爬到顶端的滋味 是站在什么立场说 现在就很好 并表示自己是花灿的父亲 他知道什么是好的 并表示 路眼只是花灿 只会喜欢一段时间的小明星 并没有资格替他做选择 让路眼先顾好自己 并表示 在自己看来 像路眼这样的 恐怕只是圈内的炮灰 并表示 自己家里 不应该有这样没出息的人 花灿也想起了 小时候妈妈表示 想要站在更高的舞台上唱歌 而他的爸爸 也为自己牺牲了很多 花灿 却不相信父亲这种人会这样 路眼看着离开的花灿 对副总表示 他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但是副总就是为了不后悔 才这么做的 宋安雅坐在沙滩边十分苦恼 他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年他这么的努力 努力站到更高的地方 他想要向路眼证明自己 也可以 是他向往的那种人 他不明白 为什么花灿一个连舞台 都不敢上去的花失 却轻而易举 完成了优秀的演唱 他不明白自己 这些年的努力算什么 而此时 廖远正在寻找消失的哥哥们 想着没人约束自己 正打算开心喝酒 转头发现了远处 心情低落的宋安雅 廖远上前 递给了宋安雅 一颗草莓软糖 宋安雅询问廖远 这是做什么 廖远表示 这是最后一颗草莓糖 随后递在了宋安雅的面前 宋安雅表示 这种方法 以后不要再用了 自己不需要她的同情 于是廖远就斩钉截铁地 将糖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随后又将一颗糖 递到宋安雅的手中 表示自己还有一颗 说过给她的糖 就是会给她 听着廖远的话 宋安雅也在思考 真的有什么是必须属于谁的吗 想要与否 才是更重要的吧 随后表示自己不喜欢吃糖 廖远忽然表示 路眼在那边 宋安雅高兴地回头看去 却发现 路眼正远远地看着哭泣的花菜 周围的人 都围在花菜的身边安慰她 路眼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只能和他们一样 说几句安慰的话 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 不禁回想起了 副总对她说的话 自己只是一个 小娱乐公司的小练习生 没有什么立场 自己只是 花菜会短暂喜欢的小明星 从一开始到后来 他们的一起上节目 有一个瞬间 让路眼觉得他们离得很近 但实际上 他们的距离又那么远 曾经说过要保护她的话 只能在游戏里兑现 这样的自己 拿什么去保护别人 但是她不甘心 凭什么自己做不到 即使挫折不断 即使努力了 也不会成功 但是那又怎样呢 就是甘愿在舞台上站着 等着吧 自己要做的 不只是个小小的明星 哈欠连天的廖远询问路眼 怎么还不睡觉 路眼抬头发现 花菜屋里的灯还亮着 不知道她正在做什么 随后 路眼抱了一堆 从廖远那里抢来的零食 想问问花菜吃不吃宵夜 但是在门口愁愁着 没有敲下门 犹豫了半天后 路眼还是想选择转身离开 结果门忽然开了 花菜打开了门 扑进路眼的怀里 表示想起她的时候 她就出现了 看着晕乎乎的花菜 路眼意识到 她好像喝多了 看着死死抱住自己的花菜 路眼想要让她松手 但是喝醉的花菜 哪管那么多 依然死死抱住路眼 走廊上的宝洁阿姨 看着他们一母笑 路眼赶紧带着花菜进了屋 而此时花菜衣服滑落 露出了一小节肩膀 路眼赶紧脸红地扭开了头 给花菜披上一件毯子以后 路眼表示自己 好歹也是个男生 让花菜多点警惕心 并让花菜早点休息 自己先走了 叮嘱她不要随便 给陌生人开门 忽然路眼不知道 被什么东西绊倒 摔到了地上 发现地上竟然有一堆酒瓶罐 而花菜此时正拿着手机 对路眼一阵猛拍 表示她这姿势太优秀了 披上小兔耳朵 自己又有做梦素材了 路眼赶紧让花菜删掉图片 结果花菜直接跑了出去 路眼来到阳台看去 花菜已经跑到了海边 她扭头对着路眼笑着表示 这边有发光的海 两人坐在沙滩边 看着大海 花菜要求路眼和她一起自拍 花菜表示 看到这么美的海 她就会想起一个人 那个人说过 会带自己来到海边 路眼安慰地表示 下次会有机会的吧 花菜却表示 那个人早就不在了 都怪自己 如果那一天 自己不和同学打赌 让她参加自己的一眼 也不会出事 看着伤心的花菜 路眼觉得 那个人应该就是 花菜害怕舞台的原因 如果自己能早点知道 这一切就好了 刚想伸手摸摸花菜的头 花菜却笑着表示 不用安慰自己 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 自己不想听心灵鸡汤 自己现在每天 都为了喜欢的事情而努力 随后去海里采取了水 而远处的路眼 看着晕乎乎的花菜 倒在了水里 吓得她赶紧一把抓起她 花菜一个没站稳 两个人都摔进了海里 而花菜一直绷着的弦 也终于断了 她抽气着 路眼将花菜揽进怀里 让她好好哭一场 花菜在人前笑着说 没事 扭头就悄悄抹眼泪 表示她在自己面前 不用这么坚强 如果早知道 自己早知道这一切的话 自己不会让花菜上台的 这一刻 路眼突然觉得 自己能保护好她就好了 想要背花菜回家的路眼路上 遭到了花菜的各种拳打脚踢 忽然花菜戳了戳路眼 喊道阿仔 听着花菜的呼喊 路眼扭头看去 花菜的脸 离路眼的脸非常近 脸红的路眼 立马扭过了头 结果花菜 直接倾在了路眼的耳朵上 吓得路眼 直接摔倒在了床上 路眼害羞地询问 花菜在做什么 花菜却表示 路眼脸红的样子 十分可爱 随后一个酒瓶滚了出来 没想到花菜 居然还偷偷把酒带出去喝了 路眼现在有一种 她在被花菜调戏的感觉 随后将花菜放在床上 表示自己要先回去了 让她好好休息 结果花菜直接揽住路眼的脖子 表示路眼真好 一直以来都是路眼在鼓励自己 安慰自己 路眼对自己来说 是最特别的存在 然后亲上路眼的脸 表示自己才不会 只是短暂地喜欢她 随后两人的嘴巴越挨越近 路眼坐在熟睡的花菜床边 整个人都小鹿乱撞 第二天 迷迷糊糊的花菜 正打算翻个身继续睡 结果撞到了什么东西 一睁眼发现 是路眼睡在了她的旁边 吓得路眼和花菜 都连连后退 花菜发现自己还穿着浴袍 路眼回想了一下 昨天她让服务员 帮花菜换掉湿了的衣服 结果回去怎么敲门 都没有人因 正准备在沙发上凑合一碗 然后晚上口渴了起来喝水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花菜回想 自己昨天晚上干了什么 昨天自己轻路眼的 一幕一幕回想起来的瞬间 她小脸变得通红 害羞地缩进了被子里 路眼表示 以后少喝点酒 幸亏门外的人是自己 而花菜此时十分混乱 没想到 居然把梦里才敢干的事情 简直没脸见人了 而路眼的手机这时想起 是今天的拍摄活动 在白岩沙滩拍节目 而副总也可能会来 看到这则消息 路眼担忧地看着花菜 拍摄场地的工作人员告诉路眼 她的装发已经完成了 路眼的装扮 是一身类似白马王子的服饰 路眼没想到 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完成装造的人 花菜之前表示 她会继续参加宣传照的拍摄 然而 回想起她的状态 路眼十分担心 这时 工作人员告诉她 花菜也已经准备好了 路眼扭头望去 只见穿着白色礼服的花菜 异常美丽动人 路眼看得心动不已 花菜正准备联系舅舅 把事情问清楚 抬头却看到了 完成装造的路眼 她看得目不转睛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但是 忽然想起昨天自己的梦梦举动 她打算先和路眼保持一下距离 这时 摄影师表示 其他人还在准备造型 他们可以先拍双人照 看着二人 摄影师称赞道 不愧是官博下面呼声最高的花路CP 真的很扬眼 看着动作僵硬的二人 摄影师让他们靠得更近一些 动作更自然一些 一想到动作 花菜就会忍不住想起 昨天偷青路眼的画面 结果 两人都摆出了异常僵硬的姿势 摄影师让他们假装很亲密 但两人显然无法做到 远处的副总看着这一幕 上前打断了摄影师 表示自己来帮他们拍摄 他还说 如果自己有女儿 现在估计也这么大了 路眼下得不轻 怎么花菜的爸爸亲自来拍二人的双人照 花菜却悄悄地捏紧了他的衣袖 看着这样的花菜 副总表示自己只是来拍张照片 没有必要这么紧张 突然 路眼扶住了花菜的脸 表示拍双人照 就应该看着自己 他提到 昨天花菜说他是特别的人 微笑着鼓励他 一定可以做到的 随后二人迅速进入状态 拍出了不少完美的合照 秘书递给副总一个平板 表示新的节目宣传曲已经写好 让他过目 副总浏览着平板上的内容 对秘书说 这次的作词还挺特别的 秘书赞同表示 这次的宣传曲是由路眼负责创作的 这个新人的实力确实不错 此时 刚结束了大半天 拍摄的花菜疲惫不堪 感觉身体快要散架了 他没想到和这么多人一起拍照 但似乎也没那么害怕镜头了 他正打算给舅舅回个电话 却听到了一阵熟悉的歌声 他低头看去 果然是路眼正在唱歌 而且是他没有听过的曲子 花菜悄悄地躲在路眼的身后 静静地听着他的歌声 并不想打扰他 然而 他的肚子却在这个时候 不争气地想了起来 给路眼吓了一跳 他笑着调侃说 他的伴奏真是特别 花菜顿时羞红了脸 他解释说自己正打算去吃饭 却被他的琴声吸引了过来 路眼微笑着表示 如果他喜欢听的话 可以站在自己的身边 那样会听得更清楚 然而 这时经纪人跑过来 告诉他们一个消息 路眼写的那首宣传曲 临时换了歌手 路眼十分惊讶 询问 为什么自己弹好创作的曲子 会换人 他正准备冲去找负责人 问清缘由 却被经纪人拦下 经纪人解释说 代替路眼演唱的是 花菜老师 花菜听到这个消息后 十分震惊 他表示自己 从来不唱歌的 他担忧地看着路眼 因为那是他的作品 然而 路眼却微笑着安慰他说 这首歌给你唱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他表示 词曲已经写好了 到时候 自己会和他一起练习 不懂地就问自己 看着心情低落的花菜 路眼赶紧安慰他 表示自己写的歌并不差 看着明明很难过 却还要反过来 安慰自己的路眼 让花菜十分内疚 同时 他也十分气愤 为什么节目组 偏要让自己唱歌 明明自己对唱歌 根本就不感兴趣 这首歌 分明就是属于路眼的 就应该由他来唱才对 花菜给舅舅打去电话 然而舅舅却表示 关于花菜爸爸的事情 自己也没办法 毕竟他爸爸是投资方 但是花菜却表示 这件事情先放一下 他要聊聊 关于宣传的事情 需要当面和他谈 舅舅疑惑地询问花菜 为什么要拒绝宣传演唱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宣传和物料 已经在准备了 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 然而 花菜却坚定地表示自己 不是专业歌手 本身就不适合演唱 这么重要的宣传曲 不应该给自己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只要宣传曲大麦 由谁来唱对他们来说 根本不重要 据他所知 这首歌的宣传曲 会作为电子专辑 上架国内最大的音乐平台 虽然以直冲云霄 历年的宣传曲口碑 这张专辑不会卖得太差 不过自己有办法 让他们的销售额翻倍 他问舅舅要不要试试看 录音棚内 陆远正在练习唱歌 经纪人进来后表示 没想到他们又取消了 临时更换歌手的决定了 并让陆远好好发挥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 台下 花菜正专注地画着画 直冲云霄第三季即将开播 陆人对此次综艺都十分期待 花菜也参与制作了这次的宣传曲 这次的专辑 只要购买了一张数字专辑 就能抽取一张花菜绘制的嘉宾立会 并且每张立会 都可以对相应的嘉宾进行网络投票 而拥有票数最多的嘉宾 将成为直冲云霄的年度人气王 许多粉丝都被花菜的卡牌吸引 纷纷购买专辑抽卡 众人对这个横空出世的新人练习声 也十分好奇 但听过他的歌曲以后 纷纷发现是个宝藏男孩 不少人因为陆远唱歌好听 而成为了他的粉丝 而抽奖的叶苏扬 却十分气愤 因为他抽来抽去都抽中了陆远 看着抽中花菜卡牌的廖远 叶苏扬极度的不行 陆远也没想到 自己唱的这首歌 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他现在已经有298万的粉丝了 文姐夸赞陆远 这次终于有起色了 表示万幸 最后还是安排了陆远演唱 因为就算此写得再好 也比不上演唱的歌手红得快 他让陆远趁热打铁 在下一期综艺里好好发挥 配合新歌 他的人气大增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陆远知道这一次 自己其实是多亏了花菜 他听到了花菜和他舅舅的对话 那时 花菜开心地向陆远表示 宣传曲他可以继续唱了 花菜在家开心地刷着手机 果然和他预期的差不多 专辑大卖了 吐槽陆远那个小公司真是没作为 搞得陆远现在才活起来 花菜相信陆远的才华 只要被看见就能发光 这时 花菜收到一条微信消息 是一个拿肌肉胳膊做头像的人 花菜询问他是谁 那人表示自己是陆远 直接给花菜吓得摔到了床下 陆远表示自己的微信 是花菜喝醉时 拿自己手机扫的 花菜回忆了一下 上一次 自己正缠在陆远的身上 让他给自己扫微信 并且表示 每次微博私信 陆远都不理他 回想起这一幕的花菜 瞬间小脸通红 随后 陆远给花菜发来了一张迷之自拍 询问花菜 这能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花菜颤抖地保存了那张图片 并询问陆远 有什么事情 陆远想要谢谢花菜 帮自己宣传取的事情 并对花菜发来了约会邀请 最终 二人的约会变成了爬山 花菜尴尬地表示 爬山锻炼身体 风景又好看 空气还清新 其实是因为他们两个人 戴着墨镜 口罩 还有深色衣服 在街上看起来非常显眼 花菜表示 山顶上说不定可以看到云海 这里的云海许愿超零 陆远疑惑地表示 这座山海拔三千多米 询问花菜 真的没有问题吗 花菜却自信地表示 只是蹬起弯下腿的事情 小菜一叠 随后就变成了 陆远坐在上方 等待花菜缓慢地爬楼梯 花菜询问 为什么陆远的体力这么好 陆远表示 他们有一项特训 是在跑步机上唱歌 不过陆远表示 这才半山腰 没想到风景就已经这么好了 说吧让花菜摆个姿势 自己给他拍照 结果紧张的花菜 踩到了一只爆浆的虫子 差点要摔下去 被陆远及时拉住 结果姿势变成了陆远 拽起了花菜的衣服 陆远赶紧将花菜扶稳 并整理了下他的衣服 牵上他的手 表示在没到山顶 之前还是不要放开了 忽然身后传来声音 是陆远的歌迷询问 能否给一个签名 而此时 歌迷也看到了 他们二人紧握的双手 花菜赶紧拉起陆远就跑 并表示 他们认错人了 自己的朋友 只是长了一张明星脸 花菜表示 陆远好歹是 几百万粉丝的公众人物了 碰到路人得回避一下 陆远表示 之前走在路上 并没有人理自己 所以不知道怎么应对 而此时 叶苏扬也来到了这里 他猜想的没错 花菜和陆远来爬山了 他刚想拉着廖远走 就见廖远低头询问 宋安雅爬山穿高跟鞋 没有问题吗 宋安雅心里 刚有几分感动 就听廖远说 把鞋子脱了 赤脚上去 会比现在好 随后表示 幸亏自己穿了 专业的运动鞋 并催促宋安雅 快点出发 而陆远这边 正在鼓励着花菜往上爬 他们终于爬到山顶 看到了美丽的云海 花菜表示 要赶紧许愿 希望以后家里人 不要再反对 自己做喜欢的事情了 陆远无奈地表示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陆远低头 看着花菜的黑眼圈 担忧地表示 最近花菜花了这么多卡牌 一定很辛苦吧 花菜却表示 做自己喜欢的事 并不会辛苦 只会让他觉得很快乐 随后两人 都分别低头许愿 花菜的愿望 是陆远的歌 能被更多人喜欢 而陆远的愿望 是花菜可以无拘无束地 做他喜欢的事情 随后两人都悄悄睁开眼 偷看对方 花菜和陆远约定 下次两人再一起来还愿 他们相信 这个愿望 未来一定能实现 身后传来声音 总算追上你们了 花菜和陆远 扭头就看到 宋安雅和叶苏阳 他们搀扶着廖远爬了上来 陆远疑惑 三人的关系 怎么变得这么好了 刚想开口的廖远 被宋安雅一把捂住嘴 表示自己觉得合作很愉快 也正好想出来散散心 陆远抱歉地表示 这两个家伙 应该给宋安雅添了不少麻烦 宋安雅表示 公司里比他们更麻烦的弟弟 多了去了 看着对自己微笑的陆远 宋安雅开心的小鹿乱撞 随后捂住廖远的手 也更加用力了 叶苏阳询问花菜 要不要喝水 担忧地表示 花菜的脸色不太好 而陆远 掏出了一包曲奇 递给花菜 并表示 花菜是滴血糖 喝水没有用 看这一幕的料远十分疑惑 因为陆远从来不吃甜食 几人来到一家餐厅吃饭 脸颊塞得鼓鼓的花菜 疑惑地询问 几人不吃东西吗 餐桌上 只有花菜一人面前摆放了主食 其余人不是咖啡 就是沙拉和气泡水 看着吃东西的花菜 叶苏阳觉得 他鼓鼓的脸十分可爱 就像一颗汤圆 随后叶苏阳表示 花菜脸上沾了东西 正打算拿起餐巾纸 替花菜擦去 结果陆远就抢先一步帮他抹掉了 并表示不用麻烦他了 此时餐桌上十分尴尬 花菜还没忍住打了个格 宋安雅和廖远赶紧借口 有失离开了现场 而这时服务生询问他们 是否要买单 陆远赶紧抢着去买了单 叶苏阳询问花菜 是不是对陆远有点关心过头了 并表示 花菜看陆远的眼神 和别人都不一样 让他十分嫉妒 询问花菜陆远 到底哪里值得他那么喜欢 花菜思考了一下 自己好像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像才华 外貌这些附加选项 拥有的人太多了 也不足以成为陆远特别的理由 而自己的视线 总是不自觉地落在他的身上 这时 买完单的陆远 被一个小孩子缠上 陆远刚想递给他一个小熊娃娃 结果小熊的头落在了小孩脸上 小孩开始放声大哭 这一幕也让花菜想起 小时候有个男孩爱拿毛毛虫吓人 但是小男孩只是觉得 毛毛虫很可爱 想和小女孩做朋友 想到这儿 花菜忍不住笑出了声 而她的笑声也让叶苏阳十分心动 看着路眼递来的求救眼神 花菜赶紧过去救场 而叶苏阳还在花菜的微笑里 没回过神来 她忽然意识到 刚刚那个问题的答案 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了 而宋安雅正落寞地站在餐厅外 休息结束后 大家又投入了新一轮的综艺录制 舅舅对花菜表示 之前答应过的东西 节目结束后一定会给她 她拿起合同 表示花菜不能跑路 第一次出国录制的花菜 对周围的建筑充满了好奇 他们来到了美丽的法国小镇 这次比赛将分为三组 进行美食制作大比拼 需要用中华美食来征服大家的味蕾 首先进行分组 上一门排名靠前者 拥有优先选人的权利 令人意外的是 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路眼和叶苏阳 都选择了花菜 他们回忆起爬山那天 叶苏阳询问路眼 为什么总是在花菜身边打转 并表示花菜是个好女孩 如果路眼不是真的喜欢她 就要和她保持距离 路眼低头看着娇小的花菜 思考着自己想要靠近她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喜欢 最终的分组是路眼 花菜和叶苏阳一组 宋安雅 廖远和路易斯一组 接下来的环节是食材抢购 40分钟的时间 用预算购买所需食材 花菜正打算拿手机搜索一下要做的菜 而主持人喊道 倒计时开始 叶苏阳和路眼 拉着花菜就往前冲 面对外国老板 路眼犯起了愁 因为他不会说法语 他用英语夹杂着不标准的法语 加上肢体语言 表达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老板显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看不下去的叶苏阳 直接用流利的法语 替队伍买下了猪肉 花菜正夸赞叶苏阳 路眼愤怒地表示 叶苏阳买东西不看价格 根本不顾及预算 两人又争吵起来 接下来的食材 是买土豆 还是买三文鱼 花菜偷偷溜走 想要去买点别的包饺子 花菜找来找去 只有一家店有卖回箱 而且只剩下最后一包了 而身旁也响起了声音 是宋安雅要走了 这最后一包的回箱 她的手上正拿着一个翻译器 宋安雅正想着 按照剧本 花菜一定会让给自己 结果花菜却表示 这是自己先看到的 宋安雅直接表示自己付钱了 所以这包回箱是自己的 两人争抢中 这包回箱被扯破 随后老板告诉二人 市场东角边还有一家店 让他们去看看 两人找到那里 发现根本没有调料店 而且摄影大哥也不见了 此时一个胖子凑近表示 自己喜欢宋安雅很久了 想要喝一个饮 宋安雅表示 现在是工作时间不方便拍照 让粉丝请回 粉丝却表示 自己是为了他才大老远 坐飞机过来的 宋安雅让肥仔 不要打扰自己的私人生活 结果肥仔十分生气 开始不管不顾的 就开始对宋安雅一顿猛拍 花菜挡住了肥仔的镜头 并表示 他这样的私生饭 根本不能算粉丝 他打着喜欢的旗号 做这种自私的事情 让肥仔赶紧滚蛋 不然他要叫警察了 肥仔却表示 花菜只是一个 和老总有关系的网红 并辱骂他年纪轻轻 就出卖自己 这样的人 居然还敢跟自己讲道理 关键时刻 路眼出现将肥仔挟持住 并威胁肥仔 向自己的人道歉 看着路眼可怕的眼神 肥仔赶紧向花菜道歉 花菜抓起路眼的手 发现流血了 并指责他太冲动 如果肥仔将路眼 传到网上发酵舆论 该怎么办 这种人 也就是涂了一时的嘴块 而路眼的歌才刚火 万一被恶人诋毁怎么办 路眼却表示 那个人嘴那么丑 自己不想让肥仔那样 说花菜 看着傲娇的路眼 此时他像个刚打完架 不肯承认 错误的高中小子 自己好像第一次 看到这样的他 宋安雅出声表示 自己这里有窗壳贴 让路眼应急一下 而这时叶苏扬也冲了过来 询问花菜有没有事 并表示自己刚跟导演 申请了节目暂停 询问花菜 要不要去旁边的咖啡厅 休息一下 路眼伸出手表示 手好像开始疼了 看着可怜兮兮的路眼 花菜立马心疼他 叶苏扬也没想到 路眼这小子还会差异 而远处一个摄像机 正偷偷对准了他们 接下来是节目的美食制作环节 嘉宾会用购买的食材 制作美食 经营他们的专属餐车 叶苏扬嫌弃嫌弃的 觉得这餐车是收破烂的 而比赛倒计时 也现在开始 路眼表示 按照这个局势 做一些便携的食物会比较好 所以 最好的选择是做馅饼 和认真思考的路眼不同 叶苏扬和花菜 正在看着小鱼蹦打 随后馅饼也做好了 花菜惊讶地表示 没想到路眼还会做吃的 询问他 是不是经常在家下厨 路眼却表示 是因为自己的母亲 做饭不太好吃 只有自己父亲 能咽下去的程度 而另一个原因 是一位朋友的母亲 让自己发现 食物可以和音乐一样 是可以治愈人心的食物 听着他的话 花菜也走神地想到了 自己的母亲 路眼赶紧表示 花菜的水价太多了 随后 教他该如何制作 而花菜 也完成了他人生中的 第一个面团 叶苏扬端上 他特调的柠檬汁 给花菜品尝 看着开心的花菜 叶苏扬表示 自己还特意嫁了花蜜 结果 饮料被路眼抢过 他一阵猛炫后 表示太酸了 叶苏扬又对花菜表示 捏面团太辛苦了 让花菜来帮自己 切一些柠檬 路眼却靠上了叶苏扬的肩 表示自己来帮忙切柠檬 这种事情比较危险 而两人的内心 都不希望彼此靠近花菜 三人推着餐车开始贩卖 结果过了好一会儿 都没几个客人 而远处宋安雅他们的餐车 却围满了游客 原来是他们 穿了华丽的服饰 吸引眼球的能力极强 终于优众 你再次行 停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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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